你见过这么倒霉的穿越者吗 陆夜穿越前是个电子厂劳工 天天在厂里爷们要战斗 穿越后却成了黑矿厂苦力 一日三餐没保障不说 连清白都差点保不住 今天是陆夜穿越一周年 一年之前 本该在电子厂为厂长的幸福生活奋斗的陆夜 不知为何突然穿越到了九州大陆 成为了一个小宗门的底层弟子 但凭他二十年的看书经验 照着发展趋势 只要在这小宗门潜心修炼 迟早有一天 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神 然而下一秒 他背后就吐光重变 这个本就不大的小宗门竟直接被灭了了 陆夜还为登顶的人生直接跌入了谷底 在九州大陆上 有两大宗门联盟 陆夜曾经隶属的小宗门便属于浩天盟起下 灭他宗门的邪悦骨则属于万魔灵 如今陆夜在矿山中框框挥舞着铁 作为煤太灵俏普通弟子 他直接被冲作劳工 在矿场天天大锤八时 小锤四时 此时不远处传来一个女矿工的求救声 刘氏兄弟在小宗门时就常常欺难罢你 陆夜从来都是选择悄悄躲起来 然而此时听着女矿工的声音 陆夜回想起自己二年级时拿到的那张三好学生奖状 还有胸前飘扬的红领巾 他毅然决然地施展了自己的独门绝技正义飞踢 将刘氏兄弟踢成了两个猪头三 然而他刚帅气的一转头 却发现女矿工早已逃走了 就在陆夜内心土槽时 矿场突然发生了地震 远处杨管氏迈着六斤不认的步伐跑进来 不由分说就给了陆夜一掌 陆夜还以为自己殴打刘氏兄弟的事被发现 刚想解释 就被杨管氏要求带他去密洞藏身 原来地上的邪悦骨已经被浩天蒙为酒 正好杨管氏想趁乱独吞密洞内的虎坡水晶 便独自下来找陆夜 陆夜想明白后被吓出了炎影 凭借他在电子厂的宫斗经验 这要是带他找到了 那不就直接追之了 你见过连穿越了都躲不过007的究极打工人吗 陆夜看着杨管氏不太阳光的眼神 转头吐了口血 幸亏刚刚被打了一掌 不然现在都找不到机会推延时间 就在此时 另一个热心矿工注意到了这里 结果刚走过来就被杨管氏砍了脑袋 陆夜看着身旁还热乎的脑袋 知道再不想办法就要和他一样人头落地了 不过听说杨管氏除了灵力 并不比普通人能打 看来只能去那个地方 被迫乖巧的陆夜带着杨管氏 找到了一个全是精实的秘密 刚想离开就被杨管氏叫住 你的老憋三果然没变好屁 眼看着这老憋三嘴里说着不忍心陆夜饿死 手上却是想将陆夜直接打死 陆夜举起铁锤一个巴石打在了他的手臂上 杨管氏吃痛倒向石壁 想动用灵力却发现周围都是封印灵力的原磁矿石 见识不妙杨管氏发动绝技 当中掏剑 但陆夜拒绝所有花里胡哨 一板砖砸死了他 解决了杨管氏 看着他爆出的一地装备 其中有一块奇怪的红色矿石引起了陆夜的注意 逃命都要带上的矿石应该很稀有吧 然而拿着矿石的陆夜却在恍惚间 看见了一棵似曾相识的大树 大树伸出一根藤蔓打碎了陆夜手上的矿石 陆夜只觉得左手巨头 一道金色的光芒顺着手臂进入了他的体内 瞬间他吐出一口老血 身上每一寸肌肉都疼痛无比 等疼痛消退 他竟然打开了灵翘 陆夜看着自己的十六块腹肌 还有像腿一样粗的大腿 不用去健身房 不用吃蛋白粉 开了灵翘就是不一样 陆夜转头看向那棵奇怪的树 这一切的奇妙都和这棵树有关 此时他注意到 树上竟有一枚硬有灵纹的叶子 叶子怎么会有灵纹 不是只有修炼者才会袭的灵纹吗 这个男人三分钟前还只是一个黄金矿工 挖出来的矿还不是自己的 三分钟后竟轻松化身王者李白 石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就在刚刚 陆夜发现一枚长了灵纹的树叶 下一秒树叶就发出一阵金光 叶子上的灵纹好像有了生命 汇入了陆夜的身体 等接受完全不得灵纹 陆夜看着自己的手 刚刚那些是一个灵纹 竟是一个风锐 buff 陆夜尝试着使用了一下技能 竟徒手将一块巨石劈成了两半 把这buff夹手上直接变成刀了 那棵树难道是天赋树之类的东西吗 然而下一秒陆夜的手就像被针刺一般的 原来这个buff用在身上还会有反噬 怎么不早说 还没等陆夜兴起太久近了 矿洞口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莫非是斜月谷的人 陆夜朝着矿洞外走去 却见斜月谷的周成一身狼狈地躲在阴影子 陆夜脸上冷汗直流 如果周成再往一走 怕是会发现阳管式的尸体 不过他受了伤 好像不轻 对陆夜应该没什么威胁 陆夜背后藏剑 朝着周成漫步走去 就在两人只有一不知摇时 周成右手突然出剑 陆夜急忙挥剑抵挡 本以为自己会被周成伤到 陆夜却发现在自己眼中 周成动作很慢 莫非是开窍的原因吗 周成也认出 陆夜手中的正是阳管式的剑 正在疑惑阳管式怎么会栽在一个矿工手里 下一秒却被这个自己看不起的人击倒 血剑三尺 陆夜看着被自己随意一挥剑击倒的周成 看来他的伤很重啊 不然GG就是我了 不过风瑞附在剑上还真是效果拔群啊 陆夜挥了挥震麻了的手 转身就看见一个人影躲在暗处注视着自己 只见那人缓缓通走了出来 得知陆夜是刚开窍的玄天宗弟子后 便将陆夜带出了矿工 交给门下弟子安排去除 然而等到需要记录宗门身份时 却出了问题 何时身份需要找同一宗门的人作证 然而玄天宗除了陆夜外 近矿不久就死光了 就在陆夜犯难时 一个绿发的少女出现声称是陆夜的朋友 而这个少女就是不久前陆夜就下的那个女矿工 这个男人刚刚收到985修仙宗门的录取通知书 下一秒就被收了回去 只因为他的天赋测试考了倒数第一 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解决了宗门身份 接下来就是决定日后前途的修行资质 等轮到陆夜时 负责资质测试的弟子已经看了一天没有资质的人 当看到陆夜不仅开了一窍 还是五行主惊盗伙时 态度立刻好了很多 测完五行电视测试天赋 陆夜站到了一个大木桩子上 周围是八棵小树 就在陆夜等候开始时 招生弟子被起了他们清御门的招生简章 诚恳邀请陆夜报考清御门 陆夜听着这似乎是个修仙界985 就一口答应下来 谁知等测试完 招生弟子将陆夜的玉牌撇了他后 语众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嘱咐他说道 方才我跟你说的那些 当没听到吧 陆夜嘴角的笑容瞬间停住 这玉牌上的音 不会是 倒数第一吧 回去的路上 陆夜听着周围人对他的嘲笑 气得小脸通红 这九州大陆没有隐私权的事吗 到底是谁泄露了我的考试成绩 然而无奈的陆夜 也只能找坏没人的草地趟 这时之前差点被倾薄的女矿工 与小蝶找了过来 陆夜好奇地问小蝶有几页 小蝶有点不好意思 捂着嘴小声说道 三十八页 陆夜当场吐出一口老血 气得七窍流血 内法阵有八棵树鸟 最高不是只有八页 小蝶继续小声解释 一棵树有八页 最高是六十四页 陆夜直接晕倒在地 当场去世 小蝶连忙安慰陆夜 虽然起步低 但是只要专心修炼多开灵窍 总能变巧了 说回正经事 虽然开窍到灵窍满盈有些久 但是小蝶你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在得知小蝶花了二十天后 陆夜感到一丝奇怪 他当初只用了五分钟就灵窍满盈了 甚至还试图开第二窍 陆夜继续问小蝶 要怎么开第二窍 小蝶说道 最好是能找前辈帮忙 貌然开窍怕会出世 四大境界 灵溪 云河 真狐和神海都可以 但只有灵溪比较好者 毕竟等级最低 陆夜有些惊讶 开了窍还不算灵溪吗 那我们这种算什么 小蝶无奈说道 我们只能算是普通修士 只有能使灵力在体内形成周天循环 才能算灵溪境 就在这时 两人身后的草丛里窜出一个胖大海 正是之前负责人员等级的那个胖子 胖子勾着陆夜的脖子见兮兮地说道 只要你们成一子 对于选宗门一世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注意看 这个男人拥有全大陆最逆天的金手指 却是天赋最差的人 只因他天天毒药当饭吃 一顿不吃就饿得慌 为了得到这些宗门的一手资料 陆夜只能用三块矿石收买胖大海 而收了东西的胖大海果然知无不言 对几个宗门分析的头头是道 他建议温柔的小蝶选择百花 当个致病扶伤的医生 轮到陆夜时 却重点强调让陆夜选个适合自己的 不要三心二意 等到填志愿时 陆夜看着手上的志愿书犯了难 但他沉思片刻还是选择了那个宗门 到了宣读入选名单的时候 陆夜果然成功进入碧血宗 原来就在志愿填报时 陆夜想起了胖大海的嘱咐 不要三心二意 便只填了一个宗门 而浩天蒙内秘密规定 如果弟子只选了一个宗门 那这个宗门必须收下 陆夜看着天空中接引弟子回宗的大夫 幻想着回宗邪后才冒双全的世界 从此开始幸福修炼之路 就在此时 之前矿洞中遇见的唐老来到了陆夜身后 原来唐老唐一封便是碧血宗的帝师代掌教 随后陆夜便随着唐老来到船上 陆夜将从阳管市处拿来的功法交给唐老查看 询问是否可以修炼 结果一抬头却看到唐老看得老脸通黄 见到陆夜抬头 唐老赶紧将《花花公子》收好 这书倒也有可取之处 陆夜见状赶紧拿出了另一本金蝉逍遥诀 唐老看后指出这是一本最普通的黄街功法 人体灵翘共有360个 不通的功法能够开启不同数量的灵翘 而陆夜这本逍遥诀能开27翘 如今陆夜一翘满营 唐老便为陆夜留下指引能力 每一个灵翘都有灵翘臂杖 打破臂杖才能顺利开启灵翘 这种是旁人帮不上忙 所以只能靠自己 有了修炼目标后 陆夜决定先磕点气血丹补充灵力 却被唐老赶紧拦住 陆夜一直在吃的气血丹 竟是毒物 仔细看 这个年过半百 看似若不禁风的老爷爷 实际上竟是被一拳十个肌肉男的近战法师 陆夜刚想吃几颗气血丹补补身子 却被唐老赶紧阻止了 原来陆夜吃的一直都是有剧毒的丹渣 不仅不能补气血 还能让人根基全损 彻底成为废人 听到这话 陆夜强忍吐血的冲动 只觉得这好怕是要炼废了 但唐老看着灵力尚且精纯的陆夜 给了他一瓶运灵丹 让他好好修炼 慢慢排出单独 陆夜仅尊分复 吃下丹药后感觉突破灵窍轻而易举 原来这才是可要修行的快乐 随后竟然连续突破了两个灵窍 直到被唐老叫醒 才发现已经到了下船的时候 等陆夜换好衣服来到船外 便被唐老带上了一辆马车 陆夜在马车上 看着底下的山川大河 他这一辈子基本就在矿卖采矿 哪里见到过这些景色 一路上唐老询问陆夜 对之后的修行之路有什么想法 正当两人相谈甚欢时 马车却突然炸了 陆夜被唐老一手抓住 领子拎在半空 马车也会爆缸 此时远处传来一道攻击 原来是有人想为杀陆夜和唐老 刚刚的马车也是他们打爆的 陆夜和唐老刚刚躲过一道攻击 抬头却看见一个蛇女站在高处 唐老赶紧施展幻术留在原地 真身却带着陆夜朝反方向飞去 最终唐老带着陆夜来到了一处废墟 并让陆夜跑去柱子旁 他自己施展灵防阵拖住那几个 就趁着灵防阵拖住偷袭者的这段时间 唐老取出碧血宗长教之印 将陆夜收为正式弟子 随后便将他赶进了柱子 嘱咐他一定不要暴露宗门身份 一定要活下去 等陆夜不见踪影后 唐老看着破碎的灵防阵 随手接下了偷袭者的拳 朋友 近战法师了解一下 不会近战的法师不是一个好体秀 谁能想到 眼前这个慈眉善目 先锋盗骨的老头 实际上竟是个肌肉争鸣 宁愿脑袋像宁麻花一样 轻松的近战法师呢 当正气门掌教唐震接到唐老信息 赶到白龙院遗址时 只看到原本一脸和气的唐老 已经将偷袭者全部解决 杀气混着血气环绕在他的周围 知道这几人是冲着陆夜而来后 作为浩天蒙的副长将 唐震表示一定会给唐老一个交代 至于陆夜在动手之人查到之前 便让他在灵溪战场历练一番吧 回到陆夜这边 突然进入灵溪战场 他一脸懵逼 拿出唐老给的储物袋 发现里面装满了各种符路丹药 还有一块载文玉 陆夜将载文玉贴向额头 或许这里记载着唐老留给他的信息 原来九州并非只有九个大州 还有其他的碎片空间 灵溪战场就是其中一名 陆夜看向手背上的印记 看来这个东西就是用来记录修饰信息 只要顺着印记的感动 就可以前往避血宗在灵溪战场的驻地 重返避血宗了 不过如今陆夜被群狼围困 当务之急还是得先脱困 陆夜拿出储物袋中的一张符 轻轻松松淡翻了底下的狼群 灵符果然是个好东西 不过使用灵符后陆夜便虚弱地跌倒在地 原来这玩意儿还是要消耗灵力 并且只有两次的使用次数 稍作休息后 陆夜赶紧找个方向离开 这里血腥气太浓郁 很容易引来更多的猛兽 还是先走为妙 一个月后 躲在山洞中悄悄升级的陆夜叹了口气 反思自己最近是不是吃太多了 原来半个月前 躲在山洞中的陆夜就依靠丹药成为了八窍修士 但还是没能破开第九窍的臂场 可丹药已经被吃完了 陆夜便只能靠吃灵兽获取更多灵气 周围的灵兽都快被它吃完了 就在此时 洞口处突然传来猛兽的脚呼声 陆夜的大白虎出现在了陆夜面前 就是你小子最近在这青云山四处猎杀走兽 快看这只还没被武松打死的老虎 刚刚还在嚣张地威胁陆夜要零食 转身就哭唧唧地趴下撒娇求放 只因他是个欺软怕硬的小可爱 就在刚刚 一只大白虎走进了陆夜的山洞 就是你小子吃了我的储备粮啊 陆夜看着能一口吃了半个他的老虎 决定和他讲道理 结果白虎不讲道理 认定了就是陆夜吃光了他的储备粮 要求陆夜交出灵丹就饶太一命 可陆夜要是有灵丹哪里还需要去猎杀灵兽 白虎只能退而求其次 要零食也行 结果陆夜零食也没有 只剩一瓶疗伤丹药 白虎催了一口骂道 真是个穷鬼 把疗伤丹给我此事就这么算了 此时陆夜看出了不对劲 将疗伤丹高高抛弃 趁白虎越起拿疗伤丹时举剑朝他刺去 陆夜决定赌一把 这白虎一直叽叽歪歪讨价还价了 肯定是个色力内忍的花架子 然而没等陆夜碰到白虎 他的肩上突然被人踩了一下 就这一分心 错失了偷袭的最佳时机 但现在还没到认输的时候 陆夜将风瑞Buff夹在舰上 刚想刺死老虎 肩膀突然又被推了一下 陆夜生气了 一个在明一个在暗 这还怎么打 直接将全部浮路寄出 老子和你拼了 原本嚣张的老虎却在看到这么多浮路之后 一个急刹车停在了陆夜面前 眼泪汪汪的看着陆夜 陆夜看着开始讲道理的白虎 大喊让暗处的人赶紧滚出来 没想到几分钟后 一个身材娇小的猫儿少女 从陆夜身后冒了出来 少女解释到她叫依依 是白虎的昌龄 拥有自己的意识 并且除了血肉之身外 和活人是一模一样的 知道依依的身份后陆夜指了指身后的白虎 也就是说只要杀了白虎 依依也会跟着灰飞烟腻 依依被吓得炸了毛 陆夜斜笑一声 现在轮到她不讲道理了 仔细看 这天电闪雷鸣 雷声隆隆 竟只是因为这个男人对天发了一个不适 依依看着逐渐变态的陆夜 可怜兮兮的依偎在白虎旁边 提出只要放过她和琥珀 也就是白虎 她就什么东西都可以交出来 陆夜还在想着一只老虎 一只幽灵能有什么好东西 依依就急忙拿出一堆储物袋 这些都是之前被琥珀吓到的修饰丢下 然而储物袋虽然多 但陆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也没打开这些袋子 气得转身就要尝尝老虎肉 依依赶紧拖住陆夜 说有一个散修聚集的地方 离这里只有五十里地 她可以带陆夜去 但陆夜想了想为了安全 练成零蹊径之前 她绝不会离开这里 依依无奈只能提出还有一样东西 陆夜肯定会收下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依依恋恋不舍地告别琥珀 直到傍晚才一身伤痕地拿回来一个破障 据说可以突破灵峭壁掌 陆夜来的兴趣 依依却提出要陆夜发天机事 得了果子就不再伤害琥珀和依依 陆夜起初还以为只是依依小孩子心态 结果发射后 天空传来一道响雷 没想到这天机事竟是真的 依依见陆夜已经发射 随手将果子砸在了陆夜身上 带着琥珀离开了山洞 第二天陆夜特意抓了只兔子 让兔子先吃了一口果 确定没毒后一口闷了果 果子下肚后 陆夜只感觉体内传出一声咔嚓 灵翘避杖开始动摇了 他赶紧打坐引导灵力冲击避杖 这一次 他势在必得 陆夜按照金蝉逍遥绝的行攻路线 将原灵翘的灵力一路涌入地底灵翘 在破障果的帮助下 不光第九翘 连第十翘一起突破了 九翘贯通 灵力往复 蝉蝉如錫 循环往复 行小周天之功 灵溪入境 仔细看 这个集市不是普通人能来的 三十米高的牛头人和猫女随处可见 还有审美奇特的墨西干头随处乱窜 踏入灵溪境后 陆夜找到一一询问青云方式的位置 还威胁不给位置就每天杀十只灵兽 让一一和琥珀每天都没东西吃 一一一听直呼魔鬼 哪有这样的 恶死可是很痛苦的呀 不过转念一想 如果把位置告诉了陆夜 他就不会回来了吧 就把位置告诉了陆夜 灵溪战场按灵气浓度分为三步 越往里灵力越浓也越危险 所以只有大宗门才有实力在内部修炼并开设集结点 这种理由只要在中立区动物 就会被陆人群启功之 所以说方式可以说是战场内最安全的地方 一画音刚落 转头看去 陆夜已经消失不见了 陆夜行走在青云方室内 看着路边穿着清凉的小姐姐们羞红了脸 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小部落 没想到人还挺多的 随后还有一个巨大的牛头人带着一个猫女走过去 看得陆夜目瞪口呆 就在此时 一个一身富贵的男人站到了陆夜身旁 介绍那时还没完全化形的妖凶 顺便还邀请陆夜去天机商盟看看 商盟遍布战场 只要报酬足够 什么都买 就算陆夜没钱 捧个人场也是欢迎的 挥别男人后 陆夜想想还是得先搞点零食 便在路边学着别人的样子摆起了他 用斜月补的矿石换点盘盘 毕竟人在江湖行 没钱可不行 摆上摊子 顺便和隔壁的师姐聊了聊天 原来师姐是个散修 为了进入战场修行花光的积蓄 前不久朋友受伤了 所以只能出来摆摊酬药费 毕竟他们这样没有宗门荡靠山的 就只能靠自己了 就在聊天时 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墨西干头 拿起了陆夜摊子上的矿石 还大言不惭地说要三个零食包了全部 陆夜笑嘻嘻地说了个爬 虽然他不懂事假 但也别想坑他 墨西干被怼了 一把揪住陆夜的领 威胁道 小崽子 三块 卖不卖 就在这时 一旁的师姐拍了拍墨西干的肩膀 这位师兄 这里可是方式 你确定要在这闹事吗 假如有美女眼镜娘 邀请你下班后一起去打扑克 你却还是不去 墨西干头看着一脸严肃的师姐 骂骂咧咧地放开了陆夜的衣领 虚张声势地说道 千 一个灵溪一层的野羞也那么拽 陆夜看着溜得飞快的墨西干 原来是接六子闹事 自己这点也太悲了 解决了墨西干 陆夜转头多谢师姐出手解围 师姐自己也是散秀 又在这里摆摊许景 自然知道这些街溜子的小九九 不过说起来 陆夜好奇墨西干 是怎么知道她的境界的 师姐见状贴心地指导陆夜 只要催动灵力到眼睛就可以了 陆夜照着试了一下 果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路上的行人每个人身上都有灵光 一般可以根据灵光的大小判断境界 灵光越大 境界越高 而有一部分特殊的人是看不到灵光 因为他们带了遮蔽气息的灵气 或者修行了一些意义气息的秘密 师姐见陆夜初出茅庐 身边还没有长辈指导 就提点陆夜 她的矿石看样子都不是普通货色 还是去天津商盟交易比较好 至少安全 陆夜一听也是 赶忙问师姐商盟怎么走 师姐直说向南走就好 商盟很好认的 到了商盟门口 陆夜看着眼前的大圆顶 胆叹确实挺好认的 走进商盟后 便有一位兔女郎将陆夜引到了位置上 请她稍等 管事马上就来 片刻过后 一个穿着清凉的眼镜娘走过来 她翻看了陆夜带来的矿石 虽然矿石品质不错 但个头太小了 所以卖不出高价 最终陆夜将这些矿石 换成了五瓶运灵丹和一些零食 结果陆夜刚出商盟大门 就被眼镜娘叫住 陆夜回头看去 只见眼镜娘一脸暧昧地看着陆夜 热情邀请她下班后一起打扑客 吓得陆夜一溜烟跑回了山洞 如今有了充足的丹药 只要能晋升到灵溪四层径 就能去找到碧血宗驻地了 你见过这么黑心的商家吗 一份普普通通的地图 竟要六百块钱才肯卖 山中无日月 陆夜在山洞中刻苦修炼了半个月 距离灵溪二层只剩三峭 不过如今丹药刚好用完 得再去商盟换一些 等到了商盟 这次的负责人是个 戴着眼镜的胡子男流犬 压架还挺狠 还是之前的眼镜娘柳如荫好说话 这次陆夜一起带来了 还有一一当初上脚的储物袋 然而这些储物袋买了话五零食一个 打开要六零食一个 我吓得一口水喷了出来 袋子本体怎么比开锁还便宜 原来是因为外圈修饰储物袋 一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所以没什么价值 不过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开个盲盒 万一有隐藏款呢 陆夜还是决定将储物袋卖点 顺便买一份地图 却被告知 地图也是分等级的 十分地图有全部的信息 但是要六百零食 七分地图只有七成信息 但是价格稍微便宜些 接下来的以此类推 陆夜感到无语 这不就是中杯大杯超大杯 只能放弃购买地图降组 还得想办法搞点钱才是 又过了一段时间 陆夜终于突破了灵溪两进两层 他看着充盈着力量的手掌 难怪各宗门都要在灵溪战场 争地盘 在这练集就是快 不过现在丹药又用完了 只能再去商盟进一套户 然而离开商盟时 他却没发现 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等陆夜回到山洞附近 一个人影突然从背后偷袭 幸好陆夜反应迅速 及时抵挡 不然必定重伤 然而抵挡后陆夜 还是受了内伤 境界的差距无法弥补 只见那偷袭者扛着刀 一脸嚣张地问陆夜 荒卖在哪 这把陆夜问懵了 荒是真没有啊 不过这人难道不怕虎王吗 只见那人眉头一皱 虎王只是传言而已 死到临头还危言所听 然而下一秒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何人胆敢在本王地盘造刺 仔细看 这个男人杀人不眨眼 手起刀落间 就收割了两条人命 偷袭者刚刚还嚣张地说 虎王只是个传说 下一秒就被虎珀吓破了胆子 偷袭者看着高大威严的虎珀 惊呼流言竟是真的 这时陆夜洋装认所 将自己的储物袋解开禁止 乖乖奉上 还胡夹虎卫说 偷袭者想要图谋与虎珀 偷袭者被这话吓破了胆子 不仅将剑丢了 还把储物袋也打开了 就在这时 陆夜突然从背后偷袭 将偷袭者一箭刺穿 这把依下的够呛 他直接踩啊 然而陆夜明白 他被盯上了 迟早有人会找上来 他只能下死手 这时陆夜突然听见沙沙声 转头看去 竟是之前商行里的眼镜娘 舞珀怕事情败露急忙去追 却被眼镜娘手里的俘虏 吓得不敢动他 胜着此时 陆夜眼疾手快 果断一刀斩断了眼镜娘的手臂 说 还有几个人 眼镜娘见识不妙急忙求饶 她不会再来找陆夜了 陆夜看着可怜兮兮的眼镜娘 无奈说道 她也不是什么富二代 也没有什么矿卖 甚至还被拐到黑矿场压榨 然而眼镜娘已经精神崩溃 还想反抗 却被陆夜直接一刀抹了脖子 随后有一条细线 从柳如荫的印记中出来 进入了陆夜的印记之中 什么东西 陆夜仔细研究 原来在灵溪战场 只要干掉一个人 就能获得那个人所有的工序 连接丝线的颜色 代表他们的立场 柳如荫是黄色的 那便是万魔领域 陆夜将两人遗留的东西收起 顺便邀请依依一起下山 毕竟伤盟的人 查查就知道柳如荫上山了 肯定会让人来调查了 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来找依依妈 不过在离开之前 得把地图搞到手牌写 如果现在给你一只白虎当宠物 顺带的还有一个 身高一米四的小萝莉当小弟 你愿意接受吗 伤盟外 陆夜看着手中自己倾家荡产 才买回来的十分地图 高兴地哭出了声 十分地地图果然高端 还是全息的 陆夜看着地图上的投影 最要紧的是 先找到碧血宗的筑地 不过灵溪战场的宗门太多 陆夜翻遍了地图 才找到碧血宗所在 好在这碧血宗的距离 还在陆夜的接受范围之内 至少不需要穿过战场中心 等陆夜回到山洞 准备收拾东西 却遇见了正好来找他的伊伊和琥珀 原来伊伊知道 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想和陆夜一同离开 陆夜本想一口拒绝 却突然想起 确实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才害得这一虎一仓无处可去 况且伊伊情况特殊 仔细想想 说不定真有让他帮忙的时候 于是陆夜不得不和伊伊约法三章 要求他们凡事以陆夜为主 不然就不带他们一同离开 伊伊一口答应下来 还带着陆夜来到了一个山洞口 原来这个山洞里生长的就是破障果 不过里面一直有一条蛇妖手 所以上次伊伊拿破障果实才会受伤 陆夜听后摩拳擦掌 敢欺负他的小弟 我得不耐烦了 然而进入山洞后 陆夜感觉越往里越热 就在这时 一条长着双脚的绿色巨蛇出现在了陆夜面前 琥珀好似于这蛇有什么深仇大恨 一见面一虎一蛇就纠缠在一起 陆夜看着蛇妖有妖气傍身 江峰瑞赴在剑上 一剑砍了下去 与此同时 琥珀也一口咬在了蛇妖身上 蛇妖吃痛 张大嘴巴就要喷火 被琥珀及时滚开 陆夜正好趁着蛇妖发狂之时 从蛇妖嘴里一剑刺穿了他的脑袋 小样 比死 然而蛇妖竟趁着最后一口气 喷出了炙热的火 陆夜以为要糟 此时琥珀一跃而起将舌头撞歪 陆夜看着彻底死绝了的蛇松的口气 吓我一跳 干得漂亮琥珀 接下来 就先把破胀果摘了吧 万万没想到 我只是想摘个果子生生急 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既能买一送一不要钱 简直不要太痛快 干翻巨蛇后 陆夜便让琥珀先出去 因为天赋树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与此同时 山洞内的燥热也逐渐停息 陆夜看着隐隐发红的天赋树 难道这树正在汲取山洞里的热量 并且随着热量被吸收 天赋树上又有一片叶子烧起来了 而且第三片树叶也有了反应 如果陆夜猜的没错 等天赋树吸收完就 就有新技能了 先把破胀果摘了和一会合吧 此时正好天色已晚 陆夜雨一一便决定在山洞暂住一晚 等陆夜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起身查看天赋树的状态 发现不仅第三片叶子烧起来了 连第四片也有了反应 看来山洞里能量不少吗 就在这时 天赋树突然将第二 第三个技能的信息输入陆夜的脑海 巨量的信息让陆夜晕头转向 直接倒在了地上 一旁原本正在玩闹的一虎一仓 发现这个情况 赶紧跑了过去 陆夜 你怎么了 只见陆夜倒在地上 硬堂发黑 嘴唇惨白 一一以为陆夜必死无疑 甚至连墓碑都写好了 然而石海内 天赋树还在将信息源源不断地 注入陆夜的身体 就当琥珀要挖坑把陆夜埋了时 陆夜突然睁眼 我的木耀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你找得到大海吗 一一看到重新苏醒的陆夜又惊又喜 你没死啊 陆夜摸着自己的脑袋解释道 我在学习新灵文啊 死没死你不会听心跳吗 陆夜将新学习到的灵文展示给一一看 一个是御守 能够聚集周围的灵器 在战斗中随时随地补充灵力 说着就发动了巨灵 结果三分钟过去了 山洞内无事发生 陆夜沉默了 怎么会没用呢 人不评别怪路不行 对付恶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赶尽杀绝 陆夜看着一丝风都没有的山洞沉默了 沉默是今晚的长江大桥 然而一一却一把扑进了他怀里 哭得眼泪鼻涕满脸都是 陆夜看着伤心的一一有些手足无措 心想也不至于吧 等一一平静下来 看着能使用复杂灵文的陆夜 心里猜测他是哪个顶尖大宗门的地呢 可是转念一想 他连很多修行的常识都不知道 难道他是哪个宗门长久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只等学成之时再返回宗门经验四座 一一偷偷窃喜 那身为朋友的我岂不是也能沾沾光 然而这笑在陆夜眼中却是赤裸裸的嘲笑 不过回想起来 刚才不只是学习灵文 陆夜还发现自己没有积累单独的原因 原来是因为天赋术连通着他的灵巧 所有的灵力都要留过他 而他就想进化器 把单独用火元素全部烧掉 是个好玩意儿 陆夜终于有主角的感觉了 等到第二天 琥珀驮着一一和陆夜前往青云集市找人 还在集市中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道路 那道友一见到陆夜便说他骨骼惊奇 定是不凡之人 还拿出一套辅助修行用的工法要卖给陆夜 陆夜本以为这是骗人的伎俩 结果道友马上发了一个天机识 若有半句虚假 既让他受尽人间酷刑而死 陆夜看着如此拼命推销的道路 最终用三菱石买下了工法 结果打开一看 竟是一本在普通不过的黄街工法 饕铁餐 陆夜当场拔刀 谁都别打我 离开集市后 陆夜与依依依来到一处山脚 陆夜让依依去附近查看一下情况 谁知依依竟然一去不复返了 等琥珀带着陆夜找到依依 却发现她被困在一口中里固停惨叫 人渣 住手 万万没想到 陆夜等人才刚刚走出了青云山 竟遇到了以折磨女人为乐的变态 真是厕所里打灯 找死 陆夜跟着琥珀一路及时找到了依依 琥珀一听依依的惨叫就直接扑了上去 这一下就打破了陆夜的计划 算了 擒贼先擒王 陆夜朝着领头人冲去 那领头人却嘱咐旁边的小弟 老虎我来 灵溪二层的小子交给你 直接那小弟拦在陆夜身前 说到想碰少爷 你只能先跨过我的尸体 陆夜拿出符露冷冷一笑 灵溪三层体修 有些棘手 不过 我可不锁 陆夜先用符露拖住她的攻势 再一个要子翻身 直接跳到她的身后 将风锐Boss加持在剑上 直接破了她的防 在场其余几人见灵溪三层竟被二层击杀 大惊失色 陆夜刚要一刀结果了领头人 那人却拽过一旁的女人直接挡在身前 陆夜怒上心头 拉女人挡箭 你还算男人吗 领头人听后反手拿出一张符露 嚣张地说道 这种玩具 我要多少有多少 陆夜急忙升起御守灵魂 结果还是差点没挡住这张符露 陆夜剑撞急忙举剑刺向领头人 像他这样的富二代才该杀 领头人被伺候气急败坏 敢这么对本少主 我们九星宗的人一定 然而陆夜直接把剑架在了他的脖子旁 有你这样的人渣少主 九星宗真是宗门不幸 陆夜这边大获全胜 琥珀却被人踩在了脚底 那人踩着琥珀的虎头 庆幸 要不是我灵溪四层 恐怕已入虎腹 然而等他再一转头 却发现自己一行人除了少主与自己 已经全军覆没了 陆夜冷冷地看着那人 把我的猫放了 那人还想挣扎 陆夜毫不客气 直接一剑划伤了九星宗少主的头 少主腿上受伤刚想倒下 陆夜头也不回地说道 别跪 身为一宗少主 跪下多难看 众所周知 战斗就是提升实力最好的方式 等我来救你 九星宗少主腿上疼痛难耐 但又因为脖子上的剑不敢动 陆夜看着制服了琥珀的张五 转头对少主说道 不过 少主你的麻仔好像不太听话呀 他不听话 你可就得吃点苦头了 少主吓得眼泪鼻涕一起流了下来 大骂着让张五放了琥珀 张五无奈 只能将琥珀放了 陆夜又一眼睹看向少主 还有钟里的人 少主赶紧将钟掀开 露出里面哭得眼泪汪汪的依依 依依出来 就直奔琥珀 啪的一声钻进了琥珀的脑子里 如今一羽琥珀都安全了 陆夜冷笑一声将少主丢给那人 就当他们以为安全之时 渐渐穿过少主的身体 陆夜深知 他已经杀了九星宗两个修士 九星宗不可能放过他的 与其将九星宗少主放回去 委屈求全躲避追杀 不如直接将他们斩杀在此 拖延点时间 好跑得远一点 然而少主好杀 制服琥珀的张五却有灵溪四层修为 普通刀剑根本破不了他的护体灵力 可惜下一秒 张五得意的笑容就在脸上消失了 陆夜开口道 可惜你没看清 那个体秀是怎么死的 陆夜将剑抽出 九星宗少主已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灵溪四层的张五自知陆夜不可能放他活着离开 竟想通过灵魂报信 陆夜赶紧叫上虎阔一一速战速决 刀剑交汇 当两人再次分开 陆夜胸口已被划出两道深可见果的伤口 他勉强支持着自己的身体 张五 你应该砍我的头 此时在场所有九星宗的人都已失去了声息 陆夜让一一赶紧拿上他们的储物袋 两人一虎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 等九星宗的人来到这里 见自己少主死壮凄惨 发出了悬赏 封锁白脸 一定要找到带着白虎的少年 然而此时 还有两个人远远地观望着此事 一身绿衣的男人佩戴在腰间的剑 九星宗的人剑后脸色大变 糟糕 快跑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不过是想听个八卦 竟被自己的猪队友出卖了 现在被迫面对正在追杀自己的仇人 怎么办 再现等 接 等陆夜从昏迷中醒来 他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 一一差点以为他撑不住了 陆夜捂着自己的伤口 张五砍的那两刀只是看起来吓人 倒是那个别独自少主用的灵符有点东西 张五的攻击都破不开的玉手的防御 居然被那灵符破开了 此时陆夜开始观察起四周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一与琥珀为了躲避九星宗的追杀 刻意找到峡谷中的通道 一一说着有点愧疚 因为之前在找地方是意外迷路 如今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 陆夜吃着干粮 这倒不打紧 毕竟有地图 然而一一却又眼泪汪汪的道歉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你才会被追杀的 还受了这么重的伤 陆夜伸手弹了弹一一的脑门 是我让你去查探环境的 被打伤也是因为我实力不济 这次不是你的错 明白吗 而且因为这次与张五的激战 陆夜的灵力激荡冲击到了灵笏致障 只要他再努力一把 就能开窍了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一一听后急忙起身 让陆夜安心修炼 他去望风 还把琥珀赶到了西边的洞口守着 随后陆夜盘腿打坐 气沉丹田 全力冲击灵笔 就这样一直过去了五天 陆夜终于突破了灵溪三层 就在这时 一一突然飞了过来 陆夜不好了 外面有两拨人打起来了 陆夜随着一一捧或外出查探 结果发现竟是九星宗和悬门的人 陆夜暗自后虎 早知道就不来凑热闹了 然而他们刚想离开 琥珀却突然打了个喷嚏 直接被两方的人发现了 陆夜冷汗直流 我们只是路过而已 继续 这个人曾经为了摆脱追杀 东躲西藏 如今却一个人包围一个宗门 把追杀他的人赶尽杀绝 陆夜刚想离开 就被九星宗的人教主 灵溪三层 带着白虎 杀了我们少主的人就是你 陆夜还想狡辩一下 就被那人一手刀抵住了脖子 威胁要拿陆夜的尸体灵赏 结果还没等他高兴太久 就被一直装作无害的琥珀 暗倒在地 实力这么差还敢嘴炮 真是差点就被装到了 陆夜快速解决了剩下的九星宗弟子 虽然还是被偷袭捧了一边 但并无大碍 陆夜将视线一向一旁的玄门弟子 要了点商药 便转身离开 升级了就是爽 或别人灵防就想热刀切黄油 然而走了没多久 陆夜便见到一地的九星宗弟子尸体 看来九星宗和玄门刚在这打了一架 这两边人都杀红眼了 还能顾得上他们吗 看看有没有办法搞一票余翁之力 刚到卖个人请给玄门对他们有利无害 要是换成九星宗 陆夜连裤子都不会留给他们 半个月后 当陆夜又遇到九星宗的人时 已经能十分熟练地搜刮干净他们的资源 有时遇到玄门的人在场 还能多收获一些灵丹 陆夜擦了擦刀上的血 一旁一个玄门弟子拿着一袋灵丹走过来 听闻虎兄只收灵丹 请笑纳 陆夜感觉曹都无口 但又想到长教不让他暴露身份 只能咬着牙印下了这个土匪头子一样的外号 就在陆夜想要离开时 刚刚拿来灵丹的玄门弟子楚天走了过来 提醒陆夜就行踪那边有意出生无牙岛的高手 让陆夜千万小心这人 陆夜却不以为然 无牙岛 这名字怎么取得祥武侠小说似的 感觉一般啊 殊不知 那无牙岛在灵溪战场大名鼎鼎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你知道 男人生孩子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吗 又完成一波搜刮的陆夜回到山洞内 看着手上刚刚加上楚天好友的印记 这玩意感觉跟微信差不多呀 他试着对印记喊了一声楚天 结果楚天竟然秒回 吓得陆夜急忙挂断 看来这玩意儿比微信好用 至少杜绝了意念回复的现象 此时悬门驻地 之前出现过的绿衣男人为着时钟景影 此时他们已经知道楚天雨过伤 也就是陆夜交换了联系方式 还知道陆夜手中有一笔不错的灵器 还掌握了一道防御用的灵文 绿衣男人暗自思索 防御灵文 一个灵溪三层的修饰 竟能掌握灵文这种复杂又麻烦的东西 这小子到底是从哪个大宗门跑出来的怪胎 不过这样的天才 必定是那几个大宗门出来的人 正好此时悬门需要找到机会 尽快打压九星宗 过珊瑚说不定就是这个机会 回到陆夜这里 一一他们已经在洞口两边守着 陆夜闲着也是闲着 准备研究一下之前花三灵石买回来的工法 饕铁餐 陆夜仔细看着工法描述 饕铁餐十五个灵窍中 基本都与金蝉逍遥诀重合 只有两个灵窍不在逍遥诀的体系中 他叹了口气 算了两个就两个 总比没有强 这么想着 陆夜盘腿开始修炼 浓郁的灵气在他身周环绕 不过片刻 第28窍和29窍都打开了 接着就是按照饕铁餐的行攻路线 当凌历一次贯穿那十五个灵窍 就在此时 陆夜突然感觉身体不对 脸色一沉 这什么东西啊 只见陆夜原本拥有八块腹肌的毒字 突然不正常的鼓起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乱动 还发出轰轰的声音 陆夜脸色漆黑 倒在地上 确实要生推土鸡了 你见过能生孩子的男人吗 陆夜的肚子轰轰的响了很久 终于慢慢恢复了平坦 陆夜一脸惊魂未定的看着自己的肚子 饕铁餐原来只是加速了灵丹的消化 理论上说 这确实增加修行速度 怪不得内奸商敢当着陆夜的面起天机室 陆夜拿起饕铁餐仔细观看 大量吃灵丹会累积丹的 但他有天赋树焚烧丹的 天赋树和饕铁餐的组合 简直绝配啊 但看着看着 陆夜好像发现了一丝不对 饕铁餐中的十五个灵窍勾连起来的团 好像他的聚灵灵魂 是巧合 还是说创造出饕铁餐功法的修饰 其实借鉴了聚灵灵魂的构造 陆夜将聚灵灵魂召唤出来 饕铁餐能聚拢灵气 聚灵灵魂同样能聚拢灵气 两者同出一员 如果将聚灵灵魂加持在灵窍上 会发生什么事呢 陆夜猛然握拳 如果可惜 那聚灵就不再是什么垃圾 甚至会成为最有用的一道灵魂 说干就干 陆夜将意识沉入体内 顺着灵力 找到灵窍 仔细构建一个聚灵灵魂慢慢的附上 终于在他切而不舍的坚持下 灵魂终于成功的附着在了灵窍上 从外界聚拢过来的灵气 会直接通过这个灵魂进入灵窍 如此不管他的天赋是一页还是六十四页 都不会影响聚灵灵魂的效果 可是灵气再多 陆夜手上也没有何用的功法 对了 陆夜想起了之前家上的工具人好友 联系楚天 想让他卖自己一本玄机功法 对于正经宗门来说 一本玄机功法并不是什么乃式 修行的还只是一本玄机功法 导向是大宗门的风格 放出去的弟子完全得依靠自身 连修行功法都不给准备 绿衣男子吩咐下去 一本功法而已 直接给就行了 只是还得收点灵石 大宗门最忌讳白拿 不过陆夜小小年纪就被放出来独自闯了 手头估计也不富裕 收几块一丝一丝得了 此时的陆夜完全不知道绿衣男子的自我攻略想法 还在犯着自己的储物态 担心自己的灵石不够用 这时琥珀突然一身上的跑进了山洞 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然而随着琥珀一同进来 还有一个黄衣男子 只见那人挑衅一笑 你就是过山路 想着你可真不容易 乌鸦岛罗吉 前来取你向上人头 乌鸦岛 就是楚天说过的那个人 陆夜果断抽出身后的剑 管他有牙没牙 先砍了再说 万万没想到 乌鸦岛的人竟如此无耻 我看还是改名叫无耻岛吧 陆夜朝着罗吉直接冲了过去 罗吉冷笑一声 真是个莽夫 与拎着剑的陆夜不同 罗吉随手一指 白卓 陆夜被一阵强光晃了眼睛 咦 高闪 搞东西 使阴招 什么白卓黑卓 我还清真呢 接下来都是陆夜的单方面挨打的画面 罗吉一顿吐吐冰冷打的陆夜猝不及防 之前陆夜遇到的都是物理攻击 这次突然换法术攻击 鼠石有点不适应 陆夜拿出玉手凌文 艰难地抵挡着罗吉的攻势 能明显感觉到罗吉比张武要强得多 而罗吉见到陆夜手中的灵文也停下了手 灵文 莽夫 你哪家宗门的 陆夜不管这些 趁着罗吉愣住的时间 直接一箭挥了过去 却被罗吉用一道惊呼弹开 被弹开后的陆夜只感觉手都满了 这小子还能放我风筝 这种实力 开得灵翘起码在武师以上 难道说 你小子修的是天机攻凡 罗吉冷哼一声 眼力不错 我还以为你看我是灵溪二层 就会轻敌呢 白灼 陆夜吓得急忙遮住了眼睛 结果这竟是罗吉的声东击西 只见数块蓝色晶体将陆夜团团围住 猛烈地撞击陆夜 手忙脚乱之间 陆夜只能勉强将晶体弹开 一边的一一小心翼翼地躲在地里 怎么办 陆夜不会输掉吧 我得想办法帮帮他 然而就当虎珀扑向罗吉之时 又是一道金光将虎珀打倒在地 罗吉冷笑 你以为我察觉不到你吗 见虎珀受伤 陆夜焦急万分 举剑朝着罗吉冲去 然而之前的蓝色晶体突然附着在陆夜身上 将它包裹进了一块巨大的蓝色晶体之中 罗吉擦了擦冷汗 难得碰上能接我这么多招的家伙 下一秒 晶体寸寸开裂 在罗吉惊恶的目光中 陆夜破石而出 这怎么可能 陆夜这辈子最讨厌的 就是装完逼就跑的人 罗吉看着破石而出的陆夜直呼不可能 如此轻松地破了冰牢树 一定是陆夜手里的刀有问题 而陆夜毫不停歇 管你水牢冰牢 全都是花架子 他提着刀就往前冲 罗吉 有种你别躲 罗吉却侧身一躲 谁要跟兵修兵刺刀啊 就在这时 一堂观战已久的一一巴掌拍在了罗吉背上 虽然没什么用 但好歹拖住了罗吉的脚步 陆夜朝着被一一拖住的罗吉砍了上去 却只砍到了一层雾气 这是雾盾 不仅如此 雾盾突然溃散 雾气冲向陆夜的眼睛 罗吉乘机一道惊呼 打向陆夜胸口 所幸陆夜早有御守防护 不然重伤在所难免 罗吉看着毫发无伤的陆夜 傲恼地择了一声 随后技能不要钱的放 冰封雷电筒筒来了一边 然而一阵激斗后 两个之中还是无人倒下 不能再耗下去了 此时不论是罗吉 还是陆夜都打红了眼 掏出自己的最强灵符巢 对方冲去 水龙与火龙碰撞在一起 水汽蒸腾 罗吉见今日杀陆夜无望 无异于放虎归山 陆夜招来虎泊 骑在虎背上冲了过去 四条腿追两条腿 无信追不上了 为了尽快脱身 罗吉竟放出了 比先前更加强大的金湖 直接将陆夜打进了石壁里 陆夜此时已伤痕累累 罗吉无奈 现在停战对咱们都有好处 何必苦苦相逼 陆夜却说 薅了虎须还想跑 哪有这么好的事 罗吉看着不肯罢休的陆夜 那我也得认真起来了 说着 罗吉的手上突然发出一阵金光 一块硬张样的石头 出现在陆夜头顶 这是什么 你知道 打架打到一半 突然被妹子送了个快递 是中什么体验吗 石头在陆夜头顶越变越大 最后竟直接砸了下来 轰的一声 地面出现一个深坑 陆夜兴兴地探着刚刚站立的地方 幸好他躲得及时 不然就直接成饺子线了 还没等陆夜休息几分钟 石头又朝着陆夜砸来 陆夜一个翻身上了琥珀的背 不断地躲避着石头 泰山压顶般的攻势 罗吉在不远处操动着石头 看着东躲西藏的陆夜喊了 你往哪里跑 追我不是追得很爽吗 来决一死战那闹壮 石头不停砸下 琥珀也在躲避中精疲力尽 眼看着自己和琥珀就要变成饺子线了 陆夜赶紧召唤出玉手灵纹 艰难抵挡着石头 陆夜在心中祈祷灵纹一定要顶住 但在咔嚓咔嚓的破碎声中 石头直直朝着陆夜砸下 就当陆夜以为死定了时 石头突然变回了正常印章大型 飞回了罗吉手中 陆夜猛逼的看着气喘吁吁的罗吉 看来这印记好像挺消耗他的体力的 怒气冲天的陆夜亮呛着站了起来 嘿嘿那轮到我的回合了 陆夜看着慢慢逼近的陆夜声音颤抖 不要过来啊 然而陆夜走到一半就扑通一声趴下 完蛋 是陆夜先没力气了 罗吉见状心中一醒 手上掐绝 正好一次解决陆夜 就在这时 一个面无表情的蓝衣女子出现在山洞中 赫然是悬门的人 蓝衣女子站到陆夜身边 向陆夜介绍自己是楚天的师姐 还问陆夜要了两枚零食作为运送工法 快递送 这时罗吉也认出蓝衣女子是九星钟的敌人 正当他紧张将要二对一时 一个男人拍了下他的肩膀 罗师弟 莫要冲动 蓝衣女子送完快递和罗吉旁边的男人对上你 女子开口说道 如果你要代表九星钟向我发起挑战的话 我一定奉陪 男子留下一滴冷汗 心想着绝对不能在乌鸦岛的人面前丢了面 提议换个地方 蓝衣女子欣然接受 就在他们二人离开后 陆夜一把收起刚到手的地级工法 朝着罗吉冷笑一声 说道 闲者时间结束 继续吧 这个男人对外人和和气气 转身却直接带人偷家 灭了一个宗门 陆夜与罗吉又过了几招 两人都气喘吁吁 陆夜在心中骂罗吉家底太后 灵符不要钱的傻 罗吉也在心中吐槽陆夜是个莽夫 他一个法修根本耗不过陆夜 就在罗吉准备拼了时 手上的通讯响起 原来是悬门对九星宗的宣战结束了 九星宗已经认输撤回住地 罗吉连忙叫停 宣布陆夜获胜了 两个宗门都停战了 他们两个被卷入这场纷争的外人 更没必要打 但陆夜轻则一声 举刀朝罗吉冲去 这是你说不打就不打了吗 罗吉听到身后动静 急忙转身防御 陆夜大刀一挥 大声喝道 何时开战你说了算 何时结束 我说了算 罗吉大惊失色 又掏出一张灵符防御 内心已经崩溃大吼 非得做得这么绝吗 杀了我你有什么好处 陆夜一刀砍在灵符上 也不练战 直接跳开 巨大的印章直直地砸向地面 这下罗吉是彻底没力气也没灵力了 陆夜将刀架在罗吉搏梗上说道 那大鹰看起来很厉害 罗吉冷笑 想要他 那没办法了 咱们同归于尽吧 陆夜收起了刀 是罗吉挑事在先 打了这么久 他起码得回本了 罗吉将自己的储物袋丢给陆夜作为赔礼 他们两人现在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陆夜在问过陆夜姓名后转身离开 陆夜强撑到罗吉彻底离开后 脱离倒地 顶级宗门的弟子果然不容小觑 等陆夜再次醒来 是手上的通讯声吵醒的 悬门正在举办庆功宴 想请陆夜出席 陆夜果断拒绝 正好瞥见一边罗吉的储物袋 好奇打开后发现 里面东西琳琅 光灵丹就有十几平 陆夜默默下巴思索 现在加入他们无牙岛 是不是来不及了 随后陆夜将这些东西 以悬门交换了运灵丹 转身继续朝着碧血宗筑地走去 此时悬门内 绿衣男子刚染手了一个 向九星宗通通报信 透露了陆夜行宗的判断 阴沉着脸对着其余人说道 今日我出手斩他 以锦孝友望诸位 好自为之 三天前 我是位悬门报仇的好大哥 三天后 我成了悬门偷家九星宗的工具人 真是工地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办 绿衣男子对着悬门众人 坐着最后的动员 悬门与九星宗积任已解 彼此间血海深仇无可化解 现在若不成圣追击将九星宗灭门 那悬门往后将日日不得安宁 悬门众人被绿衣男子的一番发言 说得热血沸腾 纷纷抽出手中的剑 随着男子朝九星宗方向出去 另一边正在赶路的陆叶收到楚天通讯 九星宗的人已经在追杀他的路上 这次来的是一个灵溪七层镜的修士董书叶 是九星宗的定海神针 对上他 陆叶哪里还有还手之力 陆叶骑着琥珀全速前进 楚天安慰到只要多坚持一会儿 如今悬门众人已经在攻打九星宗驻地的路上 只要董书叶接到消息 就会第一时间赶回驻地 陆叶与一一复盘这件事情 发现知道他离开消息的只有悬门的人 并且他刚刚离开 悬门就去攻打九星宗 这妥妥是被悬门利用了呀 陆叶心中恼怒 但现在只能先全速进山 等躲过了追杀再找悬门算账 然而说曹操 曹操道 陆叶还未来得及近树林 董书叶就出现在了他身后 董书叶在天上滑行 琥珀却只能在地上跑 这差距太明显了 但情况还没到最糟的地步 还有机会 陆叶取出加速灵符 虽然无法摆脱追杀 但兴许可以拖延更多的时间 天上的董书叶见陆叶加速 无手搓落的火球丢下去 要是让陆叶跑了 九星宗的老家伙不会放过他的 陆叶勉强闪避躲过 转头喊到悬门已经倾巢而出 攻打九星宗注定 你怎么还有心思来追我 董书叶先是一论 随后攻击速度等然加快说道 妖言惑众 乱我心神 受死 依依急忙提醒陆叶小心 陆叶又一次惊险躲过 先躲进虎珀体内 自己展开与灵闻抵挡 董书叶微微一笑暗骂陆叶愚蠢 手指掐绝将火球引爆 然而陆叶的灵闻起了作用 虎珀重伤逃离 董书叶刚想循着掌印追上去 就接到宗内通讯 悬门攻打注定 让他速毁 此时九星宗注定内 罗己带着一名女子气势汹汹的走进宗门大殿 这个小子目标明确 替人打了一架 只为把妹子拐回家 九星宗大殿外 罗己带着蓝紫衣与曹师兄对峙 他现在就要带紫衣离开灵溪战场 曹师兄万分不解 现在离开是要去哪 罗己听着护宗大镇不断被攻击的声音 嗤笑一声 现在不离开这里 大家一起等死吗 曹师兄被问得一时一时雨色 拦住罗己 罗己是乌亚岛人 他走就走了 但是他带走紫衣做什么 罗己依旧表情淡淡 轻描淡写地宣布 从今以后紫衣不再是九星宗弟子 曹师兄一脸错愕 紫衣不是九星宗弟子 难不成还是你乌亚岛的 他怒即返校 真是笑话 师妹性格如此默认 怎会随随便便答应罗己 曹师兄面含怒气 罗己 我面你是乌亚岛弟子 对你一再忍啊 不要得寸进尺 听到这话 罗己阴沉了脸 语气坚定 一字一顿地说 我现在要带走紫衣 你有什么意见吗 曹师兄被彻底激怒 亮出手上战场印记 罗己走可以 紫衣不能走 若是要将紫衣强行带走 那就只能带走一个废人 曹师兄威胁要攻请天机 废了紫衣修围 但罗己毫不畏惧 拉着紫衣静止走过曹师兄 被激怒的曹师兄当即攻请天机 想废了紫衣一身修围 天空中一道红光降临 却什么事也没发生 曹师兄彻底反应过 变更战场印记需要海岸工具 根本不是一个村长的灵溪进修事能承受 罗己从头到尾 他的目标都是蓝紫衣 曹师兄飞身进了大殿 此时罗己两人已走入阵里 他劝九星宗的人赶紧撤离此地 否则必将大祸领头 曹师兄还没反应过来 两人便消失在他面前 故宗大阵外 玄门罗丽小竹照出五条龙行术 直接将大阵攻破 曹师兄目自欲裂 一眼认出这是用了核心卷流出来的灵子 难怪罗己跑这么快 出身乌鸦倒的他怕是早就察觉了 这下九星宗彻底败了 曹师兄急忙让众人撤退 下一秒大阵彻底过分 绿衣男子亡羊一把脸过脱地的行 剑指九星宗 陆吼道 给我杀 评论区的家人们 你们知道白天摸鱼被炸池塘是种什么感觉吗 就在悬门与九星宗打得火热的时候 陆叶带着琥珀和一一全速逃跑 他头脑快速转动 如今姓董的在后面阴魂不散 可琥珀速度太慢 这样下去不行 为了获得一线生机 陆叶从琥珀身上下来 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董书叶只有一人 两人一虎分开走 这样起码琥珀和一一还可以活下去 陆叶的选择是对的 刚离开琥珀和一一不久 董书叶就追了上来 炙热火球与陆叶擦身而过 陆叶狼狈扑倒在地 如今他体内灵力只剩下三成 玉手灵魂只能再催动一次 但面对铺天盖地的火球 他长舒一口气 这下是真的没机会了 陆叶抽出身后长刀 虽然这一生活的有点短促 也不够精彩 但哪怕是死 他也要面对着敌人 董书叶看着负于顽抗的陆叶有些头疼 劝他还是乖乖受死 还可免皮肉之苦 此时陆叶已被逼到悬崖边上 底下就是身不见底的水潭 为了自己的一线生机 陆叶毫不犹豫转身跳下悬崖 董书叶紧追而上 抬手一刀劈在陆叶背后 在陆叶落水后 还不忘捕刀直接炸了水潭 片刻过后 水潭中浮现一片红色 残枝碎肉在水中沉浮 董书叶手被通讯引下达最后通牒 命他速回九星宗 董书叶紫阿认定陆叶已死后 迅速转身返回九星宗 片刻过后 陆叶猛地浮出水面 深吸一口气 对着旁边无辜被害的墨鱼兄弟道了个歉 自己意识也逐渐消失 等再次睁眼 陆叶看着陌生的屋顶 还有些蒙 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 陆叶寻声看去 竟是一个长发飘飘 身着白衣的美丽女子 漂亮遇见神医的主角剧情 这是被他遇上了 注意看 眼前这一碗冒着诡异泡泡的苍蝇快乐水 喝了它你就能获得十亿元 你敢喝吗 重伤的陆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但呼吸声还是让女子发现她已经清醒 女子将手中的草药放下 检查了陆叶的身份后 起身让她把衣服脱了 陆叶闻颜老脸一红 眼神飘忽不定 这位师姐光天化日的 这不太好吧 师姐的手轻轻摸着陆叶后背 会有点痛 忍一忍 几分钟后 陆叶的惨叫声穿透了房屋 师姐手指沾着绿色液体 含笑看着一脸委屈的陆叶 你的伤至少要养一个月 每天都要涂这个药才行 知道自己想歪了的陆叶起身 谢过师姐的救命之恩 师姐洗了洗手 却说是一个叫灵狱的师妹将陆叶带回来 正好这实施解口中的灵狱 端着肩好的要走进来 陆叶急忙谢过灵狱 却在见到他手中的苍蝇快乐水时闭了嘴 这东西真的是要吗 陆叶抬头看着笑而不语的灵狱 想到这毕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他还是端起碗一口干了 但下一秒就全部吐了出来 这也太难喝了 要喝完后 师姐对着被包扎得差不多的陆叶伸出了手 成会十块零食 陆叶炖石面露南色 要收费 师姐微微一笑 你喝的草药要买 我耗费的灵力要灵丹和零食恢复 所以 昨天和今天共十块零食 你一个大宗门弟子总不会要跟我赖账吧 陆叶看着笑容灿烂的师姐 说不出拒绝的话 只好用灵丹代替灵食 收了灵丹的师姐笑容顿时和善了不少 承蒙会顾 欢迎下次再来 陆叶无奈的转头看向窗外 还是一一和虎货好 我要赶紧养好商去找他们 万万没想到 让憔悴戏狗秒遍武林高手的秘语 竟是一碗平平无奇的苍蝇快乐水 几日后 伤势恢复大半的陆叶在庭院中练剑 灵御在一旁邀请他加入散游社 在这几天的生活中 陆叶已经知道 这里本是一处宗门的遗址 后来周围的散修以花瓷为核心成立了散游社 大家互相抱团取拟 也算在灵溪战场有个照应 可陆叶毕竟不是真的散修 他还要继续寻找壁血统注意 不可能在此地斗路 只能用自己独来独网关 拒绝了灵御的邀请 就在两人聊天时 花瓷师姐从身后走了 直接将陆叶带回房间开始正式治疗 陆叶疑惑问道 之前的治疗还不是正式的吗 花瓷师姐转身笑起 之前只是准备阶段 你的伤没这么慢容易好 放心 我会把你的伤彻底治好了 乖乖洗完澡等我哦 陆叶额头流起了冷汗 这件伤怕不是要忽悠我吗 陆叶房间内 花瓷看着陆叶的胸肌 眼泪从嘴角流下 忍不住上手摸了摸 你的伤好的比我预想重要快 气血也如此充沛 他从刚才就开始在他胸口摸来摸去 这是在疗伤 花瓷小脸一红 急忙掐起手绝 废话不多说 开始吧 花瓷手指点向陆叶 陆叶被突如起来的疼痛击中 忍不住闷哼了一声 花瓷这事突然开口 忘了跟你说了 治疗过程可能会有点痛苦 不要发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哦 这里隔音不是很好 容易引起别人误会 陆叶当即炸了毛 现在才说 这个女人绝对是故意的 不要出声对吧 好 来呀 谁怕谁 最后 在一系列不和谐的声音中 花瓷收回自己的灵力 陆叶是被刑术法所伤 所以体内残有火毒 这些火毒一旦侵入灵窍中 日后他想开窍就难了 陆叶也松了口气 治疗之后 他的身体明显舒服多了 陆叶照旧将零食折算成灵丹交给花瓷 花瓷拿过灵丹许诺 放心 你是我最大的客人 我一定会好好医治你的 陆叶心中默默吐槽 我看我是你最大的肥养 治疗结束 花瓷挥挥手走出屋子 你好好休息吧 陆叶看着被花瓷打开的房门 虚弱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把房门关上 这样下去 我伤还没好 人就先被他气死了 注意看 这个男人外表平平无奇 却每天半夜都被美女敲门 原因竟是一碗神秘的绿色液体 又是一天晚上 花瓷拿着药推开了陆叶的房门 把正在修炼的陆叶下了一个机灵 花瓷将手中拖盘放到桌上 最近有散修带来一个大新闻 两百里外的九星宗 前不久被悬门攻破了 吃瓜吃到自己家的陆叶 尴尬地转过头 这也算大新闻吗 花瓷解释道 堂堂八品封门的驻地 被九品悬门攻占 这么窝囊的事情 整个战场外圈都闯开 况且悬门杀了九星宗不少 撤走前还放了把火 将九星宗驻地烧了个金光 陆叶有些唏嘘 这悬门做得还真够绝大 为了抢点东西 至于这么大阵仗吗 花瓷摆弄着手里的药品 经过如此一遭 下一次宗门品级平定的时候 悬门定能晋升八品 九星宗可就惨了 突然听到陌生词汇的陆叶留了心 宗门品级平定 陆叶顺便问起 最近的天机商萌在哪 再这样下去 他连裤衩都得赎给花瓷了 拿了灵丹的花瓷语气变得和善 直接告诉陆叶 在不远处的流苏方式就有一个 第二天一早 陆叶赶到天机商萌 一出手就是四块元瓷矿 看到里面乱七八糟的药品 决定晚上问问花瓷 然而到了晚上陆叶敲开花瓷的房门 一开门就被里面的烟雾迷了眼睛 原来此时花瓷正在洗澡 陆叶强压住心中澎湃 将九星宗少主收集的药品递给花瓷 花瓷一次解释了丹药作物 直到他拿起了一个装了粉色烟雾的透明瓶 轻轻闻了一下 瞬间从椅子上跌倒在地 花瓷捂着额头 气喘吁吁的质问陆叶 给我下药 陆叶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这一刻他万分庆幸自己压枪技术高超 在一番天人交战后 陆叶将躺在地上的花瓷抱上了床 随后转身快速逃离 殊不知 在他的身后 花瓷一改刚刚的模样 笑盈盈的看着陆叶慌张的背影 这小子还算有点人品 注意看 这群酒漏鱼可太行了 居然连老底座穿兽都敢抓 等伤势大好 陆叶回到当初跌落的悬崖边查看 上次他就是从这跳下来 不知道依依和琥珀现在怎么样了 这是一个人影从水里窜了出来 吓得陆叶大喊 谁鬼呀 人影走上陆地 眼神不善地盯着陆叶 你也是来寻宝的吗 我先来的 你去别的地方 陆叶尴尬地摆摆手 别紧张 我只是来找人 说完就赶紧转身离开 上次被追杀时 就有一个水底下的修士 当了他的屁丝 看来这水下确实对修士有用之物 就在这时 一撮虎毛出现在陆叶视线之中 陆叶立马认出 这是琥珀的毛 董叔叶是冲着我来的 本以为分开逃他们会安全些 没想到琥珀他们居然不过安慰主动来找我 陆叶被琥珀和依依的情谊感动了 心中发誓一定要尽快找到他们 山林中 重伤的琥珀被一个金色的项圈扼住了喉咙 一群人站在不远处看热闹 一个高的男人提醒他 玉兽圈松一些 别把他累死了 死了就没用了 一旁的女人文言松了松项圈 得到喘息机会的琥珀猛然扑向男人 又被骤然收紧的像圈牙倒在地 琥珀在地上痛苦的哀嚎 一旁看热闹的人催了一口 怒骂到这孽畜实力不怎样 脾气还不小 另一边的依依试图将玉兽圈扯下来 却被一旁的高个男人发现 又被一剑逼回了琥珀体内 就在一群人商量如何降服琥珀时 高个男人发现玉兽圈块失灵了 赶紧看向女人 却发现女人面色惨白 被陆叶用剑抵住了后背 陆叶面色不善地盯着这群人 偷练一级保护动物 五年起步 行啊你们 陆叶让女人跟她一起后退 不然就捅穿她 陆叶思考着对策 高个男人是五层镜 不好办啊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阵营 要是浩天蒙的 就不能随便看了 然而运气总是站在好人这里 就在陆叶纠结于这群人身份时 一个炮灰主动爆出了家门 高个男人阻拦不及 只能眼睁睁看着陆叶将女人一刀穿心 陆叶将刀抽出 仇已结下 来吧 万魔里的狗子 高个男人被激怒 却被陆叶直接用灵钟困住 在里面待着吧 他曾是一个小宗门的劳工 没日没夜地为宗主的幸福生活打工 如今却因为一碗绿色的苍蝇快乐水 不仅收服白虎成为宠 还有清冷神异预警 傲娇昌灵小罗莉纷纷对他头怀送往 就在刚刚 被困住的高个男子 试了视灵钟的应目 不由地骂了一声 这什么灵气 这么结实 那小子什么来头 灵钟外 陆叶将几个炮灰轻松解决 但他们人数众多 就在陆叶被两面夹击之时 琥珀将一个试图偷袭陆叶的男子 扑倒在地 陆叶看着另一个试图拿出爆裂服的男子 迅速冲上前去一刀两劫 被琥珀扑倒的男人骂骂咧咧 最后直接被琥珀踩死在了脚下 解决了这堆人 依依从琥珀脑子里飘了出来 静直扑进了陆叶怀里 陆叶看着哭得小脸通红的依依 嘱咐她下次跑远离 别管她 她会自己找过去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东的一声 依依和陆叶转头看去 原本一人高的灵钟迅速长大 吓得依依又扑回了琥珀脑 陆叶看着逐渐变异的灵钟冷汗之灵 悬天中要被撑破了 得收回来 但陆叶犹豫不决 那高的男子可是灵溪五层镜 大的陆叶整整两个小镜剑 就在陆叶犹豫不定时 灵钟爆炸 高的男人看着一地的尸体 脸色漆黑 提着剑捏紧的拳头 区区一个三层镜 陆叶见势已至此 只能选择先下手为强 高的男人眉头一重 不自量力 就在两人交手时 陆叶发现这男人 竟是个兵修高手 男人的剑飞速进攻 剑光秘如鱼网 陆叶抵挡不住 已经逐渐挂了踩 男人冷笑一声 我看你能撑到几时 其余你必死 此时两人已经不死不休 陆叶只能拼了又是几十招后 两人猛然分开 男人神色严肃 小崽子 竟能接我那么多招 浑身是伤的陆叶 则是哼了几声 这把 滚了 他曾是修仙大佬唯一的弟子 如今却被恶霸打下悬崖 本以为就要淹死在水潭里了 却被美女神医拯救 荒野中 以黑化的陆叶 毫不在意身上的伤口 手中玉手灵纹护住心脉 你随便看 看谁先看不住 高个男子被激怒了 一张大力灵符贴在身上 举刀朝陆叶重去 耍无赖是吧 看我把你拦腰砍断 陆叶吸了口气 毫不畏惧举刀迎了上去 长刀挥舞间 他半点不在乎自己身上 越来越多的伤口 一心只想置高个男子于死地 面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 高个男子越打越怕 刀剑碰撞时 陆叶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 男子发现 有破绽 高个男子大喜 手中速度加快 去死去死去死 可陆叶有灵纹护身 高个男子的攻击都只是挠痒痒 根本没有 陆叶双手握着刀柄高高跃起 棒的一声 刀柄被重重砸在高个男子的脑袋上 直接把男子砸得眼球暴脱 口吐鲜血 跪倒在地 男子见识不妙 阳装认输 趁着陆叶不注意 朝着陆叶的脖子一刀划去 可陆叶早有防备 一脚踩在了男子大腿伤口处 痛得男子面容扭曲 陆叶眼神狠利地瞪着男子 大刀朝着男子砍去 直接砍断了男子的刀 断刃飞出 男子知道 完了 寒风呼啸 手起刀落肩 又一条人命消散在风中 此时依依带着琥珀赶到陆叶身后 陆叶见到依依放下心爱 紧绷的神经得到放松 手中的刀无力地滑落 啪哒一声 陆叶静止倒在了依依身前 依依赶忙拿出 储物袋中的疗伤丹 未到陆叶口 哀求陆叶不要死 吃过疗伤丹 陆叶恢复一些后 便指挥依依和琥珀 带着他朝着百里外的阴山前进 找花瓷救命 百里之外的花瓷自有所感 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此时的野外 两个九星宗打扮的人 威胁散修将战场印记亮出 如果不从 就会被他们一刀弹死 其中一个人烦躁地 折叨了一声 另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 控制一下吧 若是能找到那个陆叶 我们就能领取少次了 那人拎起一个散修 逼问附近还有什么散修聚集 散修不敢反抗 说出不远处有个散油社 里面有很多散修 那人听后十分兴奋 很好 带路 你知道被身材火辣的美女神医 强行为要是中什么感觉吗 当陆叶再次醒来 看到这个眼熟的屋顶时就知道 自己暂时是死不了了 这时发现陆叶醒来的花瓷 凑到他的眼前 调侃道 哎呦 快瞧瞧 这是谁啊 咱们可真是有缘 这么快又见面了 然而面对花瓷 陆叶也不顶嘴 而是对自己的不告 而别心有愧疚 花瓷听后也叹了口气 让陆叶赶紧交代一言 不然晚了就来不及了 可谁也没想到 这几句玩笑话 竟将一旁的依依吓哭了 看着嚎啕大哭的依依 陆叶颤抖着手 将剩下的丹药递给花瓷 可赶紧疗伤吧 别吓着小孩子 而拿到丹药的花瓷 一改当当的冷酷 当即改口说 还可以抢救一下 手一挥 直接指挥淋浴烧水 一一打下手 不想陆叶死 就赶紧行动起来 三日后 从昏迷中醒来的陆叶 感觉身上一阵疼痛 这时花瓷也端着一碗 冒着诡异律气要走进来 闻到熟悉味道的陆叶 试图求饶 却被花瓷直接一碗 对进了嘴里 为要一粒灵丹 敢吐出来 我把碗在你嘴里 夜晚 陆叶治疗完成后 在庭院内练剑 一一小跑过去 向陆叶讨要了一些灵丹 为琥珀 这次的事让一向 无庸无路的一一产生了危机感 破气的想要变得更强 希望自己即使帮不上陆叶什么大忙 也绝不能再害他受伤 一夜过去 天蒙蒙亮时 陆叶打算出发前去伤盟 一一赶紧将一个包裹地点陆叶 里面装满了他采来的药材 原来为了减轻陆叶的负担 一一特意请花瓷和灵玉 教他如何辨别药材 毕竟琥珀总不能一直靠陆叶眼 他也得出出力吗 然而几个时辰后 陆叶气冲冲的从商萌出来 吐槽之前的刀割男子 好歹是个灵犀五层 怎么能穷成这样 拍他的袋子反而亏了不少 再看着手上的五百粒灵丹 和一一草要换的四块零食 陆叶第一次体会到了 为人父母的压力 这次把剩下的原瓷矿全都卖了 这下彻底做吃山空了 也不知道这些灵丹能坚持多久 古破也越吃越多了 就在这时 陆叶在一家酒楼里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转头看去 董书叶 他怎么会在这儿 注意看 别人召唤的凤凰都是身长白痴 高贵华丽的神兽 他召唤的凤凰 却是让人一口一只 还嫌不够的小黄鸡 害他的修文滑落至了六层 宗门驻地被攻占 导致董书叶只能判出宗门 如今董书叶已是过街老鼠 孤家寡人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过伤 提起陆叶 董书叶气得咬牙切齿 发誓如果再来一次 一定要将陆叶碎尸万段 然而就在一个恍惚间 董书叶竟好似在路上 看到了陆叶的背影 他赶紧定睛戏看 背影有消失不见了 是错觉吗 此时山野外 陆叶和依依正在和凌玉告别 依依抱着凌玉依依不舍 陆叶问起花瓷怎么没来 凌玉却一个袋子交给陆叶 花瓷一早就去出诊了 不过他临走前 让凌玉将这个交给陆叶 陆叶看着袋子颤抖了手 声音都变得虚弱 这什么 该不会是药费的账单吧 凌玉赶紧解释 里面都是花瓷亲自研磨的药粉和干净棉布 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就回来的人 不要死得太容易 陆叶满怀感激的结果包裹 但心中吐槽这女人明明是做好事 却一点也让人感谢不起来 告别的话已说完 陆叶依依告别凌玉 踏上了寻找必血踪的路 路上 依依闷闷不乐的抱住陆叶的腰身 怀疑花瓷是不是看上陆叶了 陆叶听后随口吐槽一句 爸爸妈妈没教你不要八卦吗 结果这句话却让依依流出了眼泪 她根本不记得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 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记得 陆叶感觉到了依依的不开心 便提议让依依更她兴随 陆叶也挺好听的 依依听后兴奋的跳到了陆叶背上 陆叶 陆叶 听起来更像一家人了 夜晚 陆叶和依依在山野中安营扎寨 现在时间充裕 陆叶刚好可以炼化手中的红莲冲销剧 随着第三个小周天的形成 陆叶成功晋升到了灵溪四层镜 到了四层镜 陆叶便可学习红莲冲销剧中的基础术法 回忆起当初和逻辑战斗 别的不说 那兔崽子施法的时候还是挺帅气的 陆叶当即决定 学习的第一道术法就是火凤凰 陆叶已经拥有了三道灵魂 这种基础的术法应该难不倒她 果然 随着口诀的念处 言出法随 出来吧 火凤凰 然而片刻后 陆叶看着眼前差点没飞起来的小飞机 火凤凰 就这 注意看 眼前这只有巴掌大小的胖鞍蠢 谁能想到她竟是大名鼎鼎的火凤凰 依依看着眼前的小鞍蠢忍不住笑到打滚 努力挽尊的陆叶捂住脸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好好的一道火凤凰之术 怎么就变出了个这玩意儿 笑够了的依依擦擦眼角的泪水 试图安慰陆叶 陆叶却挥手收回了火凤凰之术 转而拿起刀努力练习 术法什么的果然都是垃圾 能安慰她的唯有刀术 法修和法术天生克打 以后要是再钻研竖法 她就是驼使 十天后 两人一虎继续出发 朝着地图上必血踪的方向前进 然而此时前方百封山的方向 龙泉会议大堂中 太罗宗 清语山与秦氏齐聚一堂 太罗宗的韩真月将脚高高翘起 龙泉会才开始几天 清语山就丢了五座山头了 汤武 别硬撑了 早点认输你们还能少些损失 被叫做汤武的清语山弟子却没头紧索 把你的狗爪子拿下去 否则我不介意砍了她 韩真月半点不惧 甚至转头看向另一边的情势秦万里 邀请她一起练手杀了汤武 秦万里健壮赶紧打原厂 他们三个九层进的钥匙打起来 整个百封山怕事都要陷入血雨腥风了 几人还在斗嘴 这时汤武注意到 有个散修闯进了百封山地界 韩真月看着这个散修静止进入了太罗宗的地盘 灵溪四层 居然闯进了我太罗宗的地盘 这家伙运气可真不怎么样 说着眼神一转 提议要不要赌一把她会是哪边阵营呢 秦万里自然奉陪 和韩真月赌了二十点功勋 猜着散修是万魔岭的人 韩真月一听二十点功勋 当即没了劲 汤武却直接赌上二百点功勋 猜着散修是浩天萌的人 韩真月来了兴趣 就跟你赌一把 天机见证 此时摆风山中 陆叶骑着虎过飞速前进 这时周围突然传来沙沙的声音 陆叶握紧刀吧 糟了 被摆服了 然而没等陆叶反应过来 一个声音小声说道 暗号 电闪 陆叶一论 什么暗号 电闪 陆叶思索一下 莫非 电闪对雷鸣 结果雷鸣两次刚刚说完 两只冷剑猛然从背后射出 陆叶一脸猛逼 我思雨言的 怎么一言不合就杀人了 他曾是矿场的低级苦力 却因宗门动乱 意外成了神秘门派的关门弟子 不仅手握大量资源 还自带天赋术 法术威力比别人强大十倍还不止 突然被偷袭的陆叶嘴里不停的咒骂 提着刀就要和偷袭者拼命 偷袭者舔着刀锋叫嚣着 要给陆叶留个全尸 可画面一转 他就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 陆叶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 无语的骂着神经病啊 下一秒却差点被树上的人偷袭 可惜陆叶无感敏锐 在那人近身之时 就刀尖一转 直接嘎了那人的肾 陆叶抽出自己的刀 飞剑的血液弄脏了他的脸 察觉到周围还有人后 陆叶冷了脸色 没完了还 这是一道熊熊的火焰 从陆叶身后袭来 那人大叫着 区区散修也敢猖狂 受死 但等他撤去灵力后却发现 陆叶早在第一时间 便架起了灵力盾 将火焰悉数挡在了身前 陆叶刚想动手 将这个凡人的法修斩杀 身后又一只冷剑袭来 陆叶眼神一灵 则 怎么还有人 月供吗 然而等他回头 却发现那人早已死在 琥珀嘴下 依依坐在琥珀背上 对陆叶竖起了大拇指 对着立功了的依依 陆叶从不吝啬夸奖 也树立起大拇指 一旁的法修看着吓破了他 立马把嘴就跑 情报有误吧 这是散修 真不是大宗门弟子 惹不起 我躲得起 可陆叶不准备给他逃跑的机会 随手用出火凤凰之术 我安纯 就决定是你了 下一刻 巨大的火木拔地而起 吓得陆叶失去了表情 要不要那么夸张 莫非浓缩的就是精华 此时龙泉会议大堂内 三个宗门的人都变了脸色 不到二十系的功 就将太罗宗小队的人全变了 这真的是散修吗 韩哲月黑着脸 让惊雷小队附近的人全都行动起来 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闯入者 错古良辉 韩哲月发誓 要是陆叶能活着 从太罗宗地盘出去 他的名字从此倒过来写 秦万里还在感叹陆叶的道理 韩哲月和汤舞 却因为之前赌约的事吵起来了 就在这时陆叶又开始移动 他们三人眼睁睁看着陆叶 朝着太罗宗的地盘 深处及时而去 汤舞深深地叹息一声 他死定了 你见过这么倒霉的穿越者吗 他当穿越就成了低级矿工 每天为了宗主的幸福生活 努力挖矿 好不容易逆袭成了 大宗门唯一弟子 却又被送入战场独自打拼 等他好不容易 在战场站稳了脚跟 竟用莫名其妙地 被一大部人追杀 陆叶在树林中急迟 龙泉会议中 韩哲月指挥着奔雷小队的人 将陆叶赶进了包围圈 这次他一定要把这个散修 砍成肉泥 而树林中 陆叶听着周围的沙沙声 有种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别人看在眼里的错觉 身后的依依吓地抱紧陆叶 为什么四面八方全都是敌人啊 咱们被包围了 但此时他们也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先杀出去再说 琥珀一声怒吼 朝着人群冲去 太罗宗的人严阵以待 却被陆叶的火鞍唇扑了领 陆叶刚利用火鞍唇 清理了周围的敌人 此时一个兵修又举剑冲了过来 一剑将火鞍唇披成了两半 掀起了一阵烟尘 兵修在烟雾中大喊 无耻法修 有本事跟我近身肉搏呀 正好陆叶要朝这个方向突围 便指挥着琥珀一掌 将兵修拍开 成全你 此时远处一把冷剑飞来 将毫无防备的陆叶重伤 又来一人一把接过剑 朝陆叶劈去 陆叶闲闲躲过 可头发还是被削去一半 那人冷笑一声 分身乏术了吧 陆叶意识不敌 只能被压着打 这是原本一直飘在半空的一一剑中 直接对那人来到的贴脸杀 那人被吓了一跳 分了神 陆叶抓住时机将火鞍唇丢了出去 又挤绝一人 筋疲力尽的陆叶叫一一赶紧回来 他撑不了多久了 此时泰罗宗的人越来越多 对着陆叶他们穷追不舍 气得陆叶大骂 这难道是个土匪窝吗 龙泉会议中 韩哲月看着越来越多的死伤 认输气得咬紧 我定要让他生不如死 碎尸万段 才不到一天的时间 这小子就杀伤了十几个泰罗宗修士 实在可怕 然而汤姆却有着不同的态度 还悄悄将陆叶的信息传回了青玉山 韩哲月见状一拍桌子 好你的汤姆 居然真的在打招揽他的主意 同时赶紧传讯分类小队 传我命令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个闯路人 进入青玉山的地盘 你知道莫名其妙被人追杀是中什么感觉吗 连路过的猫娘萝莉都得被踹一脚 此时已是深夜 泰罗宗的人还在追杀陆叶 因为长时间的追逐消耗 琥珀的速度越来越慢 最后还是被一个五层镜的高手抓住时机 拦住了前路 面对阻拦 琥珀率先冲了上去 在和那人队长比拼力气之时 突然一个猛虎摆尾 一尾巴将那人抽出天际 陆叶顺着弧线朝天边看去 感叹琥珀聪明了不少 却突然发现一道闪光划过 有法修偷袭 陆叶来不及多想迅速躲 他再强调一遍 他这辈子最恨法修 然而一个法修还不止 陆叶身后又跳出一个兵修 若不是陆叶有灵文保护 差点就被他一锤子砸进了地里 如今泰罗宗一法一兵 一左一右将陆叶包夹为困 嘴里怪笑着说陆叶已经没戏了 陆叶还想突出包围圈 用灵终将法修困住 肉身灵文硬抗冰修 可灵力要耗尽了 此时冰修又一锤子砸了过来 陆叶已无力抵挡 整个人被砸到了中上 泰罗宗的人越来越多 陆叶喃喃不解道 完了 这下真的逃不掉了 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恨我 眼看陆叶已经不行了 一一带着琥珀拦在陆叶身前 不许太罗宗的再伤害陆叶 就在这时天上闪过几点星芒 是青羽山的人来了 陆叶敏锐的察觉到 这群人对青羽山有所记得 不再迟疑翻身骑上琥珀 朝着青羽山方向冲去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冰修还想利用最后一点机会 解决了陆叶 却被火安纯拖住了脚步 彻底失去了机会 此时龙泉会议大堂内 汤武三人神色各异 对陆叶的来历有了自己的猜测 山夜中 陆叶成功与青羽山地主接头 偷偷松了口气 青羽山领头人谢金向陆叶解释道 他们是奉命特意来接陆叶 龙泉会期间 所有百封山上的修饰的一举动 都能在影乐盘上被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陆叶才会被一直追着不放 陆叶总算明白 他就说怎么感觉有一双眼睛 一直盯着他不放 而且龙泉会又是什么东西 谢金本想回答 但此地不已久 只能请陆叶到了青羽山山门中再细说 此时陆叶以精疲力尽 自然没有拒绝 只是等他休息好了 定要送那个追杀他的人 一刀破伤风 二刀剑紫宗 他本是黑心矿场的无名矿工 却因宗门动乱意外成为正道大英雄 不仅降服神兽白虎成为宠物 还被辣妹师姐邀请投还送到 邀请一起探索生命的奥秘 青羽山营地中 陆叶的到来引起了一阵轰动 原来陆叶的事迹早在上午便传遍了青羽山 大家都对他十分钦 弟子们更是纷纷声援 这位道兄 干得漂亮 太罗宗那些杂碎可够喝一壶了 过瘾了过瘾 陆叶被夸得不好意思了 这也太热情了吧 片刻后 谢金将陆叶带到一个空帐篷中 让他暂且在这里住下 稍后会有人来给他处理伤势 顺便还给了陆叶一个包裹 里面装满了青羽山的奖励零食 在陆叶来之前 汤武便一再叮嘱 这些零食一定要交到陆叶手上 陆叶看着鼓鼓囊囊的包裹也不推辞 他也没想到竟还能有意外收获 谢金走后 陆叶查看自己的战场印记 居然多了四十九点空虚 这几天他光顾着跑路 自己都记不清杀了多少人了 那隐月盘果然是个好东西 这时依依从他身后窜了出来 拿过包裹清点树木 居然有一百零八块零食 他还第一次见这么多零食呢 陆叶见状笑着调侃 这可不是白给的 他们是想要收买咱 依依不解 陆叶继续说道 路上那个叫谢金的五层镜说了 作为要以一敌二的御谋 清雨山这边召集帮手是不犯规的 咱们今日杀了那么多泰罗宗修士 自然会被他们盯上 一听后 原本刺着的牙一下子收了回去 将手中的零食收好递了出去 他虽然很喜欢这些零食 但他更不想陆叶再受伤了 三个势力在这里混战 实在太危险了 陆叶却毫不在意 其实也没有那么危险 参与龙泉会的修士的修为 被限定在二层镜到五层镜之间 只要没倒没倒 被一群五层镜追着他 都不会有什么大事 说着陆叶脱去外衣躺到床上 现在他只想睡觉 这时帐篷外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是清雨山的一修来了 陆叶赶紧起身 却发现来的是个身材妖劳的辣妹尸姐 尸姐一进来就坐到陆叶床边 手指不老实地在陆叶身上滑落 看不出来 尸弟的胸口这么结实 陆叶一把抓住尸姐的尸 你是来给我疗伤的 你是清雨山的一修 尸姐默不作声 直接翻身上床 趴在了陆叶身上 一修指一身 尸姐能一息 人生苦短 还需及时行乐才对 小尸弟 你说对不对啊 陆叶被尸姐的大道理捕获 就当两人要把持不住时 一旁的依依看不下去了 只会捕获赶走了尸姐 再对着还在傻笑的陆叶重拳出击 这个脏东西 坏东西 你知道 被辣妹尸姐拉着一起探讨生命的奥秘 是中什么感觉吗 依依对着陆叶不断输出 这时 又一位尸姐掀开帘子走了进来 尸姐看着打闹的两人有些迟疑 他来的不是时候 陆叶见到尸姐如蒙大赦 来的正是时候 依依也不好意思在尸姐面前对陆叶做什么 只能气鼓鼓地回到琥珀体内 等会再跟陆叶算账 依依离开后 陆叶不好意思地询问尸姐是否是清雨山的衣修 看这位的打扮总应该是个正经大夫吧 尸姐名叫慕玲 是谢金专门让她过来为陆叶疗伤 慕玲毫不含糊 先让陆叶脱去外衣检查伤势 陆叶有些羞涩 不敢直视慕玲 你们衣修给人治伤钱都得先来这一下吗 而慕玲检查完后 松了口气 陆叶的伤势不重 只要记得暗示吃药 用不了几天就好了 得了衣嘱的陆叶又与慕玲聊了几句 气得一旁的依依直接选择离家出走 在理你我就是小狗 陆叶看着依依气脑的背影 刚想追上去 提醒她别乱跑 这时慕玲师姐好像有话要说 欲言又止的拦住了陆叶 陆叶赶紧询问是有什么事 不会是她的伤出问题了吧 然而慕玲师姐面陆南色 难为情的说道 她想请陆叶帮清雨山一把 陆叶一听当即答应下来 清雨山对她有恩 那个龙泉会 她会参加的 况且她还在这里闻到了金钱的味道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 想要她参加很简单 但只要陆叶想 她必须可以随时退出龙泉会 这是个小问题 慕玲师姐立马答应下来 现在就通知县 汤两位师兄 按照他们之前说好 陆叶随时可以退出龙泉会的争斗 其他奖励不变 签完协议 谢金询问陆叶想加入哪种队伍 清雨山中 攻坚队主动出击 是攻占敌方山头的主力军 防守队是坐镇在自家山头 负责抵挡来犯之敌 游猎队则是私下游走 哪里有便宜便去哪里 也会配合攻坚队 陆叶一听 当然先选择游猎队 防守和蛮杆都没意思 而谢金的队伍正好缺一个位置 两人约定 明日便一起出发 打太罗宗一个措手不及 到了第二天 陆叶一大早便骑着琥珀来到约定的地 谢金为陆叶介绍三位一同上路的修士 只是陆叶万万没想到 昨天见过的辣妹师姐竟也是游猎队的人 而就在他们出发不久后 小队就遇到了不明人士的偷袭 两队人马狭路相逢 这下糟了 家人们 你们体会过鸡飞蛋打的感觉吗 如果你不想体验这种致命的酸爽 那就快用狗头护体 陆叶在寻找避血踪的路上 为了赚点外快 成为了青羽山的临时队员 但没想到的是 陆叶第一天上岗就遇到了偷袭 几个骑着灰狼的人逐渐走近 嘴里嘲笑道 呦 我们的偷袭 好像没造成多少伤害 打嘴仗陆叶从没输过 但谢金神情严肃 怀疑这几人可能是在拖延时间 立即号召大家进入战斗状态 战斗立即打响 陆叶兵 法双管齐下 一把长剑将谢金逼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时陆叶选择从身后偷袭 刀光一闪 直接将那人削成了地中海 那人摸着自己以寸草不生的头顶 留下了痛苦的泪水 呐喊道 混蛋 还我的头发 陆叶本想继续攻击 却被地中海光可见人的头顶晃了一下 差点被伤到 幸好谢金及时挡下 不然他这双眼睛可就保不住了 随后在陆叶 谢金两人默契地配合下 陆叶一刀刺入地中海胸膛 第二个 拿下 此时辣妹师姐乔乔儿 正被一个同样耍鞭子的男人纠缠 一个不慎竟被鞭子抽到了脸 霍向了的乔乔儿怒火中烧 他这么美的一张脸都下得了手 真不是男人 他手下的鞭子挥舞得更加起劲 朝朝着男人的死穴打 最后更是让男人体验了一把鸡飞蛋打的感觉 淡碎的剧痛让男人浑身颤抖 不再纠缠直接拿出三张符路 是要将乔乔儿碎尸万段 乔乔儿已无路可躲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陆叶闪身来到他的身前 架起御守灵魂 救了乔乔儿一命 乔乔儿来不及感谢陆叶 手腕一抖 直接让男人伸手分链 血剑三尺 此时战局已到尾声 偷袭的灰狼小队全命 当清玉山小队的虫聚在一起 才发现这次赢得这么轻松 谢金看着与乔乔儿相谈甚欢的陆叶 第一次出战便有如此强颜的表现 怪不得汤师兄如此看重他 一身正气的主角见多了 你见过一身邪气的主角吗 百丰山大殿中 三方势力各自为营 秦家与太罗宗虽同为万魔岭的势力 但为了能在龙泉会议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也是貌合神礼 此时正是清玉山与秦家小队交锋之时 汤舞与秦烂里隔着一个影乐盘 各自指挥自家的小队战斗 要我说 你们在一个地方开会 说话声音还这么大 所有的策略不都被对方听得一清二楚吗 此时百丰山山野中 清玉山小对脸的秦家的人四处逃窜 陆叶在里面跟着嘎嘎乱杀 如切瓜砍菜般解决了一个三层镜的小窝窝 饮月盘上 清玉山占据的地盘越来越多 山野中 陆叶根据汤舞的指挥 又成功找到了一对秦家人 陆叶黑黑一笑 三十块零食要到手了 但他没想到 这对人竟还算是个硬茬子 陆叶飞升而起 想如往常一样将秦家长发满斩杀 却没想到他反手掏出一张高级服录 临时提升自己的实力 但陆叶也不是吃素的 两人刀锋交接间 擦出阵阵火花 最终长发男不敌 被陆叶划伤 但长发男反应迅速 反手便将长刀砍向陆叶伯隔 幸亏陆叶时刻用御手凌温防身 固然此刻他已伸手分离 长发男一击不得手 便想转身逃跑 嘴里还念念有词 这小子手里是什么灵气 怎么如此锋利 陆叶可不会放过这个移动的灵石 反手将火鞍唇丢出 直接将长发男炸上了天 这时一旁的乔乔也打了支援 长边一卷 长发男便被送到了陆叶刀前 瞬间一刀两断了 长发男的一半身体 落在了秦家小队面前 吓得他们脸色甜情 却又不得不颤颤巍巍的举起刀 留着泪拼死一搏 百封山大殿中 秦万里无能狂怒 因为自龙泉会开始至今 还没有每场战役 一下死了这么多人 大殿中的三人还在副罪 山野中仅盛秦家人 捂着嘴不敢相信 就是眼前这三人三少 竟将他们准罪人 无路殆尽 家人们 你们相信吗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只要利益到位 杀父仇人都能处得 和亲兄弟一样 山脚下 秦家小队看着一地的 蚕食下的脸色青子 转身跑路不带丝毫犹豫 但陆叶可舍不得 放过这些行走的灵石 一人刷了一个火鞍蠢 老铁们双击666 谢金外面听着 瓷器笔伏的爆炸声 忍不住擦了擦额头的汗 询问众人还有力气吗 然而身后几人笑得阴险 他们别的力气没有 杀人的力气还是绰绰有余的 再说瞧瞧啊 几个大男人都行 他一个女人当然也行 于是谢金举起了手中的剑 既然都还有力气 那就追 战斗才刚刚开始 轮到我们反击了 此时半山腰山的秦家人 得到命令 要求所有人迅速撤退 回去守风 可现在已经晚了 秦羽山的人追上来了 面对嫡喜 秦家小队长迅速组织排列阵型 然而还未等他们排好队 远处的动静就消失了 一群人懵了 这是 走了 此时有人提议先撤退 可下一秒秦羽山的人再次出现 这一来一回搞得秦家人一头汗 远处不时传来的动静 让他们不敢走 但如果他们固守在这里不走 等秦羽山的攻坚队打过来 想走都走不掉 一个队员哆哆嗦嗦地问 现在该怎么办 小队长一咬牙 选择继续坚守 因为方才通过联系 他得知已经有人来支援他们了 但就在这时 小队长再次收到传讯 秦羽山攻坚队没有朝半山腰杀过去 而是直奔山顶的方向去 刚刚那些动静只是用来迷惑他们了 此时龙泉会议上 秦万里脑中计算着这几日的得失 如今秦氏只剩下19座山峰了 秦羽山32座 太罗宗占据了最大头 足有49座 已经破了往年的记录 这一切 都是因为秦羽山这三日来一边主攻秦氏地盘 一边将自家山峰拱手相让给太罗宗的人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也能保证守风队伍的占领 而汤羽的目的很简单 先不与太罗宗交锋 把秦氏打谈了 等腾出手来 再收拾太罗宗 想清楚一切的秦万里 只得汤羽派过来 但汤羽一切都在规则内行事 没有破坏契运 无奈之下 秦万里只能退一步 他秦家只要18座山峰 只求秦羽山不再进攻秦氏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汤羽很快答应了秦万里的请求 看得中间的韩正月一脸脑逼 大骂秦羽山和秦家卑鄙 直接选择对汤羽宣战 汤羽也不惯了 既然你韩正月想战 那就如你所愿 注意看 这个女人竟如此心狠手辣 不仅将自己的手下当作棋子 害他们送命 还砸中惊请人压制修为 只为将对手一网打击 龙泉会议上 被逼急了的韩正月 当即命令泰罗宗各座山峰 加强防御 汤羽冷笑 摊子扑这么大 悟得过来吗 而此时隐悦盘上 代表山峰的光点如星子散落 战争一触即发 如今没了秦家的威胁 秦羽山的人可放开手脚 准备与泰罗宗大战一场 此时山中火光四起 轰轰的爆炸声不绝于耳 谢金捂着自己的手腕 泰罗宗的游猎队一直没现身 再等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他们还不如直接加入战斗 支援青羽山特攻队 但此时他手受伤了 多半会影响到实力的发挥 接下来的战斗只能靠陆叶了 陆叶擦擦嘴角水字 让谢金放心 他自会出手 于是在陆叶的带领下 游猎队势如破竹 短短几日一路从山脚杀到了山顶 完全主导了局势 就在这时 隐身多日的泰罗宗游猎队出现 谢金发现他们中有两个五层镜 立刻严阵一旦 但陆叶嘴角一勾 毫不在意 两个而已 冲 然而只是一招 陆叶便察觉了不对劲 这个五层镜气血旺盛是个体修 而且他带了高级护臂 连风锐都破不开他的防护 幸亏泰罗宗只派了两个过来 就在陆叶这么想着的时候 远处传来谢金的声音 泰罗宗游猎队有问题 剩下的三人虽然看着像四层镜 但绝对是五层镜的力量 果然 在之后的战斗中 青羽山游猎小队陷入苦战 完全在被压着打 陆叶面色凝重 这下该怎么办 龙泉会议上 汤武脸色阴沉 寒遮月之前的种种表现 竟只是在迷惑他 景动精通压制 修为灵文的灵文师出手 花费的代价不小吧 果然女人心 还抵真 寒遮月笑容妩媚 代价虽然大 但是收益高啊 他其实早就知道 那个骑虎的小子在这游猎队中 虽然汤武这几日 做了种种迷惑人的安排 想混淆他的视线 可他一直盯着陆叶呢 秦家这几日损失这么惨处 跟这小子有很大关系 这么一个人 自然是要早点解决才行 解决完后再来增援这里 只要将清雨山这里的人杀光 那他太罗宗的攻坚队 就可以在他们的防线上 撕出一道缺口 长驱直入 攻进他们的后方 到时候见一个杀一双 见两个杀一双 杀得他们屁股妙流 寒遮月的一番话 听得汤武眉头顶嘴 本以为寒遮月将后方的修士 抽调到前沿来是个拜扁 可现在看来 这女人早就洞察了一切 之前的气急败坏 只是一种遮掩 他放任汤武做种种部署 然后顺势而为 将汤武的计划 变成了他的计划 是汤武太低估寒遮月 而低估他的代价 是汤武几乎无法承受的 家人们 你们记不记得 有一招拔地而起的腿法 半山腰上 现在的局势十分严峻 谢金有伤势在身 能缠住自己的对手就不错了 乔乔那边虽暂时还能稳住 可对大局没有帮助 同队的陶天刚也受伤了 怕是撑不住多久 而宋谢被法修放风筝 落败身亡只是早晚的事 这样下去 青羽山游猎小队迟早都完蛋 获局刻不容缓 宋谢眼看招法修不断施法 拖延自己的行动 而自己却完全没能力近身 心中感到一阵无力 对面的法修见宋谢已经历劫 便想乘胜追击 宋谢最后一程 而他当要动手 却突然天降一口大钟 将法修关在里面 宋谢一惊 又听见远处的陆叶大喊 快去帮天刚修 但此时的陆叶也不好过 他面前的体修刀枪不入 不管陆叶怎么攻击 都破不了他的防 陆叶不泄气 继续攻击 枪枪的击打声不断响起 见体修还是脂肪不攻 陆叶左手发力 蓬勃的火焰倾泻而出 可还是打不动 被逼急了的陆叶终于还是使出了绝招 就算是绝对防御 他不信还有人能撑住这一招 只听棒的一声 陆叶提的脚都痛了 他信心满满的看向体修 却惊奇的发现他虽浑身颤抖 但还是毫发无伤 陆叶眼睛都瞪大了 这个男人竟将自己保护得如此滴水不漏 这是旁边的灵钟中传来几声巨响 不好灵钟快要撑不住了 陆叶面色凝重 一边警惕着体修的反击 一边又放心不下灵钟里的法修 一时进退为体修见陆叶停止了攻击 嘲讽陆叶走到现在 靠得全是对手太弱了 陆叶闻言握着刀柄的手一挤 没有绝对的防御 只有不足的火力 片刻过后 体修的护臂终于被击碎 正当陆叶欣喜之时 体修反手掏出一张符路 他竟还要厚手 这惊身符一照 任陆叶灵力耗尽 也拿他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 一个瘦小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体修身后 是一 体修猛然被人从身后暴躲 下意识一个肘鸡将一一击飞出去 陆叶看着口吐鲜血 倒飞出去的一一咬点牙关 你找死 家人们 看完这一集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问出 这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陆叶 一一活着是影响你输出了吗 陆叶看着远处 如落叶般摔倒在地的一一 满腔怒火再也安耐不住了 眼看着体修想先除掉一一 他从地上一跃而起 用尽全身力气挥下刀 直接破了体修的金钟罩 体修的鲜血洒了一地 陆叶也被体修抓住了脸 但他依旧看着一脸痛苦的一一 陆叶现在眼中只有一一 他无心补刀 将刀一收 便一脸心疼地抱起一一 当陆叶看到一一睁眼时 他总算松了口气 然而现在还不是可以放松的时候 灵钟已经彻底撑不住 慌慌的声音越来越响 而不久前 虎珀和蝎子他们为了对付灰狼 打着打着就进了树林 一一见虎珀完全占了上风 就想着过来帮陆叶 没想到竟直接刺激陆叶放出了大招 很快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法修还是打破灵钟 出来了 他面目猙獰 大吼着要大开杀戒 然而反派总是死于划落 手起刀落肩 法修便以血剑三尺 伸手分离 众人看着突然大开杀戒的陆叶忘记了动作 泰罗宗的人更是面容扭曲 心中不断吐槽 虽然法修在泰罗宗内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不搞些手段一般人占不到好处 但竟然在背后偷袭 这个陆叶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泰罗宗的一个光头被陆叶吓破了他 丢下与他对战的乔乔儿把腿就跑 他可不想死无全尸 但乔乔儿怎么可能放过他 旁边一甩 卷起他便丢向陆叶 而陆叶早有准备 顺势将刀一送 又一刻人头落地 Double Kill 乔乔儿对他们的默契十分满意 直言他们就是天作之和 命中注定 不过现在事情还没结束 还有两个泰罗宗修士正在围攻谢金 谢师兄 他曾是备受压迫的炮灰矿工 却因一场动乱成了天之骄子 但身居高位的他仍不忘初心 帮助弱小成了他最大的爱好 半山腰上的战斗被三人看得一清二楚 寒遮乐器的咬牙切 就算他千般算计 万般谋划 现在还是满盘皆输 但他还是不甘心 还有两个五层镜没死呢 还有翻盘的可能 但随着他话音的落下 又一个五层镜光点消失 引起汤武的一阵嘲笑 寒遮乐器的浑身发抖 现在的师弟师妹们 是一代不如一代 枉费他这么好的一番布置 汤武却神清气数 他属实是没想到 这一场泰罗宗早有预谋的遭遇战境 会发展成眼下这个样 招募陆叶是他这一次龙拳会最正确的选择 画面回到半山腰 泰罗宗仅剩的一个五层镜已经被团团包围 他拿出一张福禄就算是死 也要拉个垫背的 但陆叶又怎会让他如愿 一个突刺将最后一个五层镜解决 一旁的乔乔不敢置信 他们居然真的赢了 谢金此时也走过来感谢陆叶 在这样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 他们居然能大获全胜 这多亏了有陆叶在 不过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 他们还要去支援清雨山攻坚队 几人稍作修整便马上出发 此时泰罗宗驻地 一个师兄让大家稳住 他们的游猎队马上就会回来 四个五层镜可助他们反败为胜 这时远处恰好传来哒哒的赶路声 师兄一脸欣喜 终于来了 然而他没想到 来的却是清雨山的游猎队 原本就不占优势的泰罗宗 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而随着清雨山攻坚队的到来 他们彻底失去了翻盘的机会 等将山头完全攻下 此时已是深夜 攻坚队长谢过陆叶等 让他们赶紧撤退休息 但他们还要继续攻占泰罗宗的山头 是要把泰罗宗人打回姥姥家 大厅中 韩正月看着逐渐减少的山头 一脸不可思议 本想拉上秦家最后再做一次反叛 然而秦家早就被打趴了 韩正月在厅中无奈大笑 一步错 这次是他输了 这大概是混得最凄惨的男主了吧 别的男主身价千金 挥挥手就是几千万上下 而他的命却只要八百零食 真是太便宜了 又是一天清晨 已经打了整整十天的路夜 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他看着一旁已恢复原样的衣 心中提醒自己 下次不能再让他这么冒险了 这十天虽然惊喜 但也收获颇风 能买不少丹药了 并且因为十天的实战 他的灵翘也开到了五十三 虽然因为战斗消耗了不少零食 但总体还是转 心情大好的路夜眼神一变 不知道接下来还要打几天 但他的大刀早已饥渴难卖了 这时谢金突然走了进来 吓得路夜老脸一红 以为自己的变态行为就要被发现了 结果没想到谢金是来和他说 龙泉会提前结束的消息 路夜一脸失望 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 但又得知他得到了进入龙泉的资格 而且不止路夜 他们整个小队都在名单之中 路夜大喜 没想到他一个散修也能进去 而青羽山这千金买马骨的行为 也博得了他的好感 怪不得三家中 青羽山的名声要更好一点 次日 百封山中心大殿外 路夜等人早早就来到这等候会议开始 一路上太罗宗的人对路夜议论纷纷 要不是因为路夜 获胜的就是他们太罗宗 路夜对这种万众主目的感觉十分享受 不过这次他已经拉了太多仇恨 看来龙泉会结束后得赶紧溜了溜了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龙泉开启 会议也正式开始 大厅中的三人走了出来 底下的弟子们一阵欢呼 对于普通弟子来说 这三个九层镜的师兄师姐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要不是龙泉会 他们还没机会见到吗 但对于路夜来说 遥不可及的存在更在他们之上 这时路夜感到身上一阵恶寒 还让三人中唯一的女人正满眼杀意的瞪着他 片刻过后 由汤武宣布注意事项 让弟子们亮丽而行 千万莫要逞强 若是除了意外 青羽山盖不复 再等弟子们进入龙泉的间隙 汤武提醒寒植月快将两百功勋兑现 不然这天雷可是要降下来 寒植月眉头紧以 将东西给了汤武 汤武一看愣着 怎么多出八百块零食和三百点功勋 这莫不是寒植月给青羽山的铜铭状 寒植月嘴角一勾 毒蛇般的双眼里充满了寒意 这是买命钱 他要买路夜的命 家人们 你们知道身体被填满是重什么感觉吗 如果不知道 那你们想知道吗 我先狗头保命 刚刚如果有人想歪了 请自觉去我的安全屋面壁 就在刚刚 陆夜跟着大部队走在一段长长的楼梯上 终于到了一扇巨大的石门前 谢金提醒众人 进入了石门中 每个人都会被传送到独立的空间 让大家注意不要抵抗 随后陆夜便被传送到了一个小房间中 房间里面弥漫着红色烟雾 中间还有一口简陋的小喷泉 陆夜见了一脸失望 这龙泉看上去挺普通的嘛 和他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 不过他在龙泉内只有三天时间 不能瞎想了 要抓紧时间 陆夜在蒲团上端正打坐 谢金说了 在这里只需要正常打坐修行即可 随着自身的呼吸吐 那些淡红色的雾气便会淬炼修饰的体格 随着陆夜一次次的吐 空间逐渐安静 只剩下呼吸的声音 片刻后 陆夜一拍大腿 坑爹啊这事 一点也吸不进去 他还怎么淬炼 树挪死 人挪活 陆夜翻身而起 决定用聚灵灵纹 他就不信 雾气吸不过来 如果将这里的淡红色雾气 看成天地灵气的话 聚灵灵纹也能发挥作用 当第一个聚灵灵纹会成 陆夜看着逐渐九龙过来的 红色雾气眼神一亮 成了 虽然雾气进入身体后有点好 但是没关系 他继续构建着第二个 第三个灵纹 等第三十个灵纹会成 陆夜突然感到体内一阵钻心的 好像有无数长针 在四肢百害中有走穿梭 难道才开了三十个聚灵 身体就撑不住了吗 陆夜强忍剧痛 命令自己静下心来 他无法自主吸收雾气 现在不能把灵纹停下来 这些雾气 他全都要 随着灵纹数量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雾气进入陆夜的身体 恍惚间 陆夜竟在自己的死海中 看到了一双红色的眼睛 陆夜一惊 快速从陆定状态清醒 刚刚那是什么 好像有一个声音说了什么 但他没听清 此时房间内的雾气已全部消失 筋疲力尽的陆夜瘫倒在地 又饿又累 他闻着身上杂志的恶臭 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 好像脱胎晃脾一般 这就是龙泉脆体 这是不远处的小喷泉 传出咕哧咕哧的声 陆夜寻声看去 这是龙灵 注意看 这个男人刚刚被雾气填满了身体 就被传送出了房间 还送了快龙灵当他的报酬 陆夜看着眼前的龙灵不知所措 但三天没洗澡的众人身上 散发着一股人体油脂的方向 熏得他们纷纷捂住了鼻子 陆夜一脸猛逼 怎么回事 怎么就突然传送出来了 一旁的瞧瞧而扇着面前的空气 三天时间到了呀 你还想待多久 陆夜感到一阵差异 三日时间过了 他怎么觉得才过了半天而已呀 山泉中 陆夜感觉自己好像脱胎晃骨了一样 一旁的蟹精笑着打去 龙泉脆体要真是好东西 也轮不到他们享用 但显然陆夜对这话不太相信 但又无法反驳 不过蟹精又一脸疑惑 陆夜因为第一次进入龙泉 所以没有察觉 但其实这次的脆体效果显然不如以前了 后两日密室中的雾气明显变淡了去 等他们传送出来的时候 几乎已经快没有了 听到这话 陆夜心虚地将自己沉入水中 不会是他把雾气都吸光了吧 一边的蟹精还在滔滔不绝 三天后那批人才能出来 他们这次恐怕要空手而归了 陆夜在一旁附和 现在的他只想快点离开百风山地界 但蟹精又拦住了他 告诉他这个时候走 未必安全 陆夜精神一震 太罗综合情势 片刻后 百风河边 陆夜向众人告别后 便在汤武的护送下 踏上了寻找碧血宗的路 非洲上的陆夜 虽然很想让汤武直接将他送到碧血宗 但是路途遥远 这么麻烦人家 也太不要脸了 便只让送到前方一安城就好 这时汤武站在船头神情不明 陆夜这么放心上了他的船 不怕他被太罗宗收买 要他的命吗 陆夜双手一摊 招揽伞修是清雨山的船头 这角度死走狗碰的是真干 以后清雨山哪 还能招募到散修卖民 听到陆夜的话 汤武爽朗一笑 心死玲珑 算他没看错人 到了一安城 陆夜与汤武告别后 进入城中 繁华的街道 让陆夜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 不过现在天色已晚 他还是先找了客栈落脚 此时街道的一边 递出抢抢名女的戏码 正在上 作为狗腿 董叔爷义无反顾地 挡在了他的新少爷身前 吓退了一个试图 当英雄的男人 这时董叔爷在人群中 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是陆夜 你听说过龙鳞牌的猫不好吗 只需要舔一口 就能让你的猫咪油光水滑 吃妈妈虾 伤蒙三层的客房中 陆夜明显感觉 自己的气血和体魄都变强了不少 就连出手的速度和力量 也快了三倍不止 这就是龙群的效果 不过说起龙群 陆夜掏出一带中的龙鳞 这次龙群中喷出来的东西 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这时琥珀突然跑到陆夜身后 蹭着陆夜的后背开始撒娇 陆夜吓了一跳 一一解释到 琥珀刚刚只是本能反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陆夜看着一脸娇羞的虎鳞 不断挥动着手中的龙群 琥珀的脑袋也跟着龙群一动 居然对琥珀有这么大的吸引 这东西肯定不走单 虽然谢金从未提过龙泉内有这个东西 但是他得到这里不像是巧 老巷有什么力量 专门将这龙群送到他面前 看样子那龙泉下面 存在一些年轻雨晒 太罗宗都不知道的秘密 但陆夜现在修为太低 未能一亏 这时琥珀有凑了过来 趁陆夜不注意添了一口龙铃 陆夜一惊 来不及阻止 下一秒 琥珀便一脸痛苦的瘫倒背 身上还浮现出一层红光 一一紧张万分 陆夜检查后松了口气 应该没事 大概是吸多了 一时没抗住 晕过去了 陆夜眉头紧锁 这股血线的气息和龙泉的雾气 同出一元 那岂不是也有淬炼身体的雾气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灵片可是无价之宝啊 不过这灵片中的能量 已经凝结成固态 距离灵魂发挥不了作用 它又该如何使用 龙泉脆体时 那档红色的雾气 就让它承受了好大的疼处 而刚才的血线 明显要懂雾气强得多 看来若是想动用这灵甲中的能量 还是得找个稳妥点的办法才行 第二天 经历过脆体的琥珀 连毛发手感都丝滑了好多 一一趴在琥珀背上滚下 吸猫吸得不易碌 这时有两个人过来打招 陆叶隐约记得 他们似乎是当初一起 被抓到矿洞的其他宗门弟子 但他现在不想我 直接转身离开 将两人抛在身后 但此时的陆叶还没注意到 在街边的一个摊子上 有一个老熟人正眼含杀气的 瞪视着他